节目由沃尔沃 XC90 北欧豪华旗舰型SUV冠名播出 这里帮助多少钱 900 其实这边有点乱 为什么没有帮你 是因为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经济上的问题 其实我们真的同旧 会与典长 保余表扬 其实我每次写作 要写他们的时候 我都要花好长的时间 心理建设是吧 真的是 其实我有时候 有一段一段的时间 会很低沉的 包括我本类本书写完了以后 我觉得好像内心 被深深地伤了一次 那你多久回一次老家 其实很近 但也没有很大的想回家 但目前我爸爸 也不在家里 就目前只有我妈妈在家里 这就很难 你是独生子吗 不是 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子 我是属于老大 那弟弟他们在做什么现在 也是做工作 咱们走这边 走这边 我们家里的关系 数料兄弟情 因为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写作的这种罪恶 真的有那种感觉的 你看一线天上面 那也很多爱情 对 很多情侣都是 90年 31 对 31 嗯 要找到合适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 好像我已经没有这种 不强烈了是吗 对 不强烈了 不强烈了 是 不强烈了 这 对 对 楼上有点高 没事没事没事 七楼 一手走到底 七楼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说 我刻意的要去找学生挖什么东西 而是他跟你说了 你又特别详细 你又知道 必须写 好 谢谢 他每天爬梯层还挺锻炼的 是 还挺累的 掌心喘口气 风格级 悖居 在这房间留下的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 这个还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开心的记忆吗 有开心记忆 可是就很平常可能是没有特别 最不开心的记忆呢 最不开心的记忆 这个也好像没有 现在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就是下了班 然后回去对着四堵空墙 对 这不挺普遍这种状态 主要 可能是因为之前说的大家可能对这个生活什么的都已经躺平了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回避正面看待自己的一个情况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对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会 对呀 为什么 所以 《中文字幕》 其實我真的希望所有的人 我接受的人都過得很好很好 沒有這本書 但是你又知道了這些東西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好多孩子的故事 真的很殘酷 說說寫的時候都哭 其實我內心有好多東西 很優暗的東西 我真是覺得好驚訝 那麼重要的一個話題 為什麼就沒有一個契機來談論 其實就是說 教育產業化以後 教育和那些年輕的命運之間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謝謝 一條從未踏足的小鏡 一個突然到來的朋友 或是一個意外的句子 但舊與心 從來是緊密的鏈條 為內在篤定 才不斷激發外在探索 因為你始終知道 愛是一切的源頭 新道路總因他意外浮現 為愛與生命 不可辜負 你長大想幹嗎 你怎麼長大 我想想 就是做一名什麼 汽車文化工作者 汽車文化工作者 這是什麼工作 就比如說做一些自媒體 不想當一個作家 是嗎 教書也不想 對 因為我們家都是老師 我舅舅是老師 我舅媽是老師 我外公是老師 都是老師 你覺得你媽媽什麼樣的媽媽 主要是管的 不怎麼管 然後就是 但有時候就讓我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呢 讓你做什麼事 寫作文 然後寫日記 你幾天上課去 1點5時候 但是要走了 是吧 沒事了 沒事 少了 你當時 太可愛了 咱們看看你那些資料好嗎 聽說你保存了很多學生的那些資料 好啊 在那個小房間 我要把它掏出來 好 是有一些的 在這 有嗎 找到了 我一直就堆在這裡 學老師 我就給你拿這麼多 好吧 還有一些我就懶得翻了 太好了 有一些還在別的地方 還有一部分還在學校 你看這個 這裡面是我學生的作文 哇 這個你看 你看這個孩子 哇這個真好 你看他這個寫他爸爸的 嗯 他說我想跟上去 但腿又像被灌了籤 就他爸來接他 我去找你 你要一動不動 他爸爸對他說的話 你看 就把那種爸爸對女兒的那種 嗯 因為他爸爸在他的心目中間 是一個不會表達情感的人 嗯 但他在作文裡面就寫了 他爸爸跟他說的話 要一動不動了 嗯 就這種嘛 哎呀這個孩子都去世了 啊 為什麼 他生了病 嗯 他畢業沒多久就生病了 嗯 對 都寫了家裡的 二夫夫 對 嗯 因為我那個時候 就很喜歡叫學生寫作文 嗯 等你放桌上 對 好好好 哎呀像我們當老師的 尤其是語文老師嘛 嗯 了解學生的通道 嗯 那時候還熟悉 現在是不是大部分都答應給你 也不是 我有要求 我一般叫他們熟悉 哦這個好 這個習慣好 對因為我熟悉的東西 它會有種氣息在裡面 嗯 你看到他這個字啊 我就可以想想像他那個樣子 嗯 交作文給我的那一瞬間的樣子 我都記得 嗯 嘻嘻哈哈的 他平時就是 其實在我的面子 就嬉皮笑臉的嘛 然後就把個作文交上來嘛 就笑嘻嘻的嘛 嗯 也不怎麼說話嘛 然後交完了 好像哎老實我寫完了 交給你了 就那種感覺嘛 嗯 哎 這裡還有一堆 他們好像對自己的手稿都不在意哦 叫他們來拿他們也不來拿 但是我總捨不得丟啊 我就一直帶著走帶著走 他們不會在意的 因為年輕人不會在意的 是啊 就是啊我覺得真的太寶貴了 這些東西 哎 不用不用我們快一點 那我們抓緊時間上課啊 我們的工作坊也進行了自五個月了 我到現在為止已經收到了大約 十萬字的作品 我最大的經驗就是一種自我教育 每個人都是有限度的 像我們當老師 其實那個視野是特別窄的 如果不是有意識的通過這個工作坊的話 你們的很多生活 對我們來說都是被遮蔽掉的 好舉一些例子 我就特別留意的一點 就是你們到生殖院來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想法呢 我發現很少有同學是歡天喜地的 心甘情願的 因為你們很多都是上了本科線 才到生殖院來的 為什麼又沒有去讀本科了 因為讀本科太貴了 還有一次對童年的回憶 你看蔡曉飛寫 她小時候她爸爸媽媽帶她在工地上面謀生 有一次差點被砸死了 掉下來的木板幾十斤 她媽媽以為人都沒了 還好人活下來了 但從此以後就有了一個心理陰影 覺得小孩子不能在工地上過活 就把她送回去了 她就相當於很長時間就留手了 然後留手兒童是什麼狀況 陸彥淳講著她 那個時候在村裡面 開著摩托車在國道上飆 旁邊是那種開到一百賣的那種大貨車 大卡車 多麼的觸目驚心是吧 但是圆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長大的 沒有爸爸媽媽帶她跟著爺爺 也沒人管得住她 然後接觸的人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 包豬腳 玩碰碰車 撈偏門 她的夥伴就是這樣的人 其實你想起她的成長經歷 你都覺得特別的驚險 像踩鋼絲一樣的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所以她有一次 我那次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說她其實是很容易變成這種人的 所以後來自己突然意識到要讀書了 然後醒悟過來了 才慢慢地讀書 然後又回到了校園 然後我特別驚訝的是什麼呢 有些學生回憶她怎麼樣高中啊 在我們的心目中可能會覺得 高志願的學生都是學渣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甚至很多學生都是來自重點中學 甚至是來自重點中學的重點班 他們曾經也是小鎮做題家 只是做題的正確率沒有別人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我當時看了我 對我的震動特別大 因為老師經常說源頭活水 但是我們這些工業廢水怎麼辦 這個表達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是覺得觸目即興的表達 都是孩子 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是工業廢水呢 是吧 你看這四個字讓我們當老師都好心痛的 其實 最後我發現小公家有什麼名字的 杜伊迪 哇她 對啊 她那工業廢水的幾個字對我錯誤可大了 嗯 十七八歲 十八九歲嘛 然後她會覺得我是工業廢水 那這個 那這種持重感 你記得你上學的時候 或者二十年前嗎 二十多年前 嗯 那大人身上這種東西 相似嗎 沒有 我覺得沒有 我真的覺得沒有 你看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比如說我也是農村出來的 你對自己的那種期待 絕對不會用工業廢水這幾個字來 嗯 其實我講一個我自己的另外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什麼呢 我在大學裡面教書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學生男學生 都不追女孩子的 嗯 其實我站在一個他們的一個長輩 然後站在一個老師的角度去觀察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深刻的變化 嗯 那些男孩子我其實家裡會跟他們聊嗎 嗯 因為他們覺得 覺得 覺得自己沒資格 因為你說 他說對女生又要花時間 又要花錢 而且還不見得能夠結婚什麼的 就是不過結果是不能保證的嘛 但是像我們那一大人 那肯定是沒錢的 但是他們在追求異性的時候的那種自信 那種對年輕生命力的那種確認 然後那種張揚 哎呀你覺得 就像個年輕人的樣子 嗯 對這二三十年真的變化好大 對 對 就是那種被遺棄感 缺乏意義感是變得很普遍 現在是 嗯 哎呀我都不知道是他們表達意義的方式變了呢 也可能 也可能是這個原因 對 因為昨天還在車上跟我一個學生聊嘛 嗯 就說現在的年輕人 為什麼不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哪怕在一個不好的大學裡面讀書 也整天關心國家大事 覺得好像世界上的事情都跟我有關係一樣的 他們就說哎呀不關心那些事情 只關心自己 嗯 嗯 表達得很直接 嗯 其實我的二本學生那本書 主要是寫著學生在學校的一些 嗯 就像您在照相的時候 他是有個視角嘛 嗯 我這個鏡頭是站在一個講台的角度 看到的那些東西 嗯 但是我其實我的眼睛背後是有學生 背後的那個東西 嗯 所以我在說裡面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像那些孩子像一個快遞一樣的 嗯 遞到大學這個站了 然後遞到我的手裡來了 然後你打開看了以後 你能夠發現他們的整個意識教育 還有比如說家庭成長背景 然後整個社會環境發生的變化以後 對他們的那種很深的影響 我看了一清二楚 因為我自己一直在一線嘛相當於 你說我這麼多年跟年輕人打交道 我覺得這個話題太重要了 嗯 第一次明確的感覺到我要記錄他們的生活 這是什麼時候大概 嗯 記錄他們的生活 對 我真的以前沒有那麼明確的意思 就是我昨天好像跟您說過 我就很喜歡上課嘛 就覺得學生好玩 然後跟他們很親 嗯 但是我現在回過頭去看的話 我其實只是一種任務式 嗯 但是真正如果說對我觸動很大的 就是06年5月份嘛 就因為我的上公共課給全校的任何專業都上 然後那天按計畫就是要寫作文 然後那天那個天氣不好 刮好大的風 然後隆東那個地方啊 周邊都是山 中間那一塊就是像一個一個盆地一樣的 然後那個風刮起來那種感覺 這心情就是有點觸動嘛 然後我就說今天寫作文就寫風 嗯 然後那個女孩子 我留意到他好像坐在前面一點點的位置 就沒坑聲 我把作文佈置完了以後他也沒說什麼 就寫寫寫一個人很沉默很快 大概寫了二三十分鐘就交給我了 還沒下課嘛 嗯 看完了以後我當時心裡馬上就那種 往下落的感覺 嗯 他沒聲音到講學經 他沒聲音到講學經 他說很久沒有寫作了 可沒想到再次提筆時 確實自己的心情 糟糕都不能再糟的時候 嗯 然後我沒有心情去體會風的呼嘯 嗯 只能用呼嘯的風來寫自己的心情 正正淒厲的風聲 不正好是自己寫實內心的哀鳴嗎 哇 你看 嗯 你是不是很觸動嗎 當然 嗯 因為我當時對風的感受不是不是淒厲啊 嗯 然後我沒想到一個孩子會用哀鳴兩個字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嗯 當年就是對我的觸動很大 因為我以前覺得學生好玩 反正我上上課 回去寫寫我的論文 拼拼我的職稱 嗯 你們其實就是我的工作對象嘛 因為以前大家對大學生活的理解都是這樣吧 所以這篇文章突然把你改變了某種意義上 其實就是改變了我的視角 嗯 就是你會覺得 其實你這份工作 不是說面對一些符號 面對一些學號 而是面對一個一個的人 嗯 他們坐在你的下面可能默不作聲 可能你對他們一無所知 但是他們背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嗯 所以後面我專門給自己 背了一堂課叫做我的第一堂課 當然全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上這樣的課 哦 不是跟他們講專業 就是跟他們討論一些問題 嗯 討論什麼問題 比如說討論為什麼要讀書啊 嗯 討論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啊 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呀 我會拿兩三個小時 那個時候的年輕人 你的學生 他們在談到自己人生意義的時候 談到自己的困惑 他們有普遍的是什麼呢 那個時候 他們說的也是蠻幼稚的 其實有時候 嗯 比如說他們為什麼要讀書 他會舉出一些很好玩的理由 比如說啊 為了找一個好對象啊 也有道理啊 對啊 那麼古人就書中自有言無欲 他很坦率 我為了賺錢呢 嗯 我爸爸媽媽叫我讀我就讀啊 嗯 還有的時候我要打打日本鬼子啊 哈哈哈哈 就特可愛哦 他本真還是本真 對 因為我就不會給他壓力嘛 我說你們 你們拋棄掉高中的那一套語言 嗯 就你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我不會說用對錯來衡量你們 也不會說從道德的層面來衡量你們 其實就是把他們的內存 嗯 先格式化 嗯 讓他們回到本真就很難言人 回到嬰兒時期 嗯 就是我是怎麼想的我就怎麼說 嗯 因為有些孩子你叫他回到問題的時候啊 他高中的那一套語言就出來了 知識化的城市化的語言全出來了 其實我真的我覺得我在大學裡面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 用很細緻的語言來表達自己 嗯 他們最初他們聽到這些是什麼感覺呢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氣氛特別好 嗯 就是他們發言可積極了 我覺得上課效果真的很好 搶著發言 嗯 其實我覺得那個課對學生觸動蠻大的 只要上了兩三次課以後 如果願意來找你的學生就來了 嗯 有的學生會跟我寫很長很長的那種短信 嗯 而且你跟學生的交往模式完全改變了 其實我為什麼會給他們上這樣的課 就是說到大學裡面來是人 就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成長階段嘛 應該要想一下 讓自己真正的成長 嗯 不是獲得一個文憑 嗯 嗯 但是呢 其實我的最後上的那幾年的話 那門課是上不下去的 嗯 那我就講這麼多 學老師看你 好 那你有沒有想問他們的 好吧 嗯 總之我覺得 今天下午就短短四十分鐘 它 我覺得它挺擊中我的 我覺得就那些簡單的直言片語 然後那些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生活經驗 我覺得那種非常具體的細節 對我的影響是衝擊是很直接的 然後當然現在我不知道怎麼問呢 我特別想坐在一起還怎麼樣 嗯 老師好 我是劉娜 我是在小鄉村 喔 原生家庭 但是為了要生弟弟就把我送走了 然後 嗯 展開的話也是那種自卑情節 就一直帶著的那種感覺 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大的家族裡 父親有六個兄弟 才含老四 我是老三 我們家有四個孩子 我覺得我跟我的爸爸就 就都很像 因為我們都是中間的孩子 不會重視的那一個 我其實複讀了三年 之前我學電影的 搞北電嘛 不能出浪費吧 但是確實你已經任性了很久了 也得擔演責任了這種感覺 我其實小時候也是一個留守兒童 後面也是跟父母一起到山中這邊來 其實我是看過黃東老師的作品 然後知道他來生殖院 想的不用想就來報名了 你當時讀黃東老師什麼作品 什麼感覺 我的二本學生 其實當時讀的話 他也會有一種感覺 這是不是就是我的未來的那種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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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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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雨昕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今天徐老師看了你 找到一個作文了 寫的作文 我啥時候寫過作文了 你看你的問題 哪兒你看著待會兒 那個時候交給我的作業 我還保留了 我沒有記憶了 我記憶力比較差的 沒有 你還寫得很好玩的 正銘 嗨 會是了 會是了 徐老師 你好 張正銘 你為什麼瘦身這樣了 你們多久沒見了 好像有一年多了 還是多 有一年多 跟你沒一年多吧 我去年不是到你蘇山去了嗎 你為什麼瘦身這個樣子了 沒有 還好吧 我做課題呀 今天暑假 以前是什麼 你們上學的時候 這是什麼樣子的 上學 其實就 你被認出來了 特別的熱鬧 人特別的多 晚上的話 這裡真的是全是人 對 而且這裡什麼都有 特別齊全 我就住過三個地方來說 就是真的隆東是最方便的 尤其地鐵修起來以後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地鐵修 這是知識分子 就是啊 就是啊 可以 我們坐外面 我們坐這裡 那個誰呢 還有一個小夥子 韋福 韋福很快就到了 韋福 今天打扮得好漂亮 今天我一定在徐老師 帶你這裡買一份保險 徐老師 你們對黃老師第一印象是什麼 理想主義 就是上課他就很真誠的 直辣辣的 什麼都講 會很平等的跟學生那種溝通 很多同學有什麼心靈輔導的 都會找黃老師溝通這些東西 他有點給我精神導師的一個感覺 對 跟他其實還算聊得多的了 在學生裡面 因為雨昕那個時候總是不去上課嗎 整天待在宿舍 為什麼呢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上課 沒有 其實最主要是感覺心裡面沒有那個動力 上課沒有吸收到什麼東西 但是最主要還是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就是我學到這個東西 我怎麼用 也並沒有找到什麼方向和目標 像我這種不上課的人掛課都比較多 那時候是接受了產動教訓 最多的時候 比較痛苦的時候 但是會喜歡聽他去講精神世界的東西 就是在精神上我覺得 我上他的課很放鬆 你記得最早讓你們寫作文的事嗎 不記得了 我記得 機性差 對 稍後給他看看 結果真機還留在我那裡 對 在隆棟上學 偏一點 離開廣州城遠一點 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以前說偏 但現在一點都不偏 以房價為這個計算 然後去衡量這一切 對吧 對 說到房價 你上學的時候 是對房價的感覺還不那麼明顯 應該說這樣 我根本就不了解房價這個東西 對 就是特別無知 但是就是 等我對房價有這個認知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去到兩三萬以上了 你是不是開始對房價有認知了 那肯定畢業已經 我畢業都兩三年之後 就像廣州兄說的 他當時的房價值兩萬多 在我畢業的時候呢 是上升到五萬六萬多了 壓力還是挺大的 我後來是慢慢躺平了 就是覺得 有些東西的話必須接受呀 不接受自己會更難受 合併的是嗎 對 所以當年輕人不想努力 其實也是有任意 好像大家現在已經把公務員當了 最終的最好的工作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最終的一個抉擇了 我們02年碩士畢業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考公務員 好像現在是有很多 我可能就是工作了幾年之後 回去考公務員 對 這種就是真的知道穩定的好處的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對自己未來有什麼期待嗎 說到底還是那個安居樂業 對 其實還是這個事情 嗯 這個事情達成了 我覺得我這心情就會放鬆很多 嗯 其二的話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有一個我喜歡的東西 可以一直嘗試下去的一個東西 嗯 對 但是前提是滿足第一點 或者是跟老師學習寫一點點文字之類的東西 你是可以寫的呀 啊 你想寫什麼呢 我不知道 哈哈 你把昨天發言就寫得很好 我等一下拍照給你看一下 好 回去以後 原吧不應該是我的嗎 反正那個作文永遠屬於你們 嗯 你們想拿回去就到這裡去拿 嗯 好的 我等我有勇氣的時候我回去看一下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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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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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时空感 一个是我自己读大学 一个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 一个是我带的第二届学生 刚好就差不多十年 感觉变化蛮明显 因为我经常会觉得 我们七零后这一代特别的信任 尤其是读书出来的 然后学生我特别理解他们 06级的学生就是我当班主任 他们要零年毕业 他们其实是不吵工作的 甚至一个学生拿几个offer是吧 对对offer 对而且他们从来不担心 我留不下广州 从来没有学生跟我谈论毕业以后 房子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我带的第二届学生 就是要五年入校的 要九年毕业的学生 那他们有时候有个男孩子 直接跟我说他是黄老师 我一直关注浓冻的房价变化 因为我们学生会听很多广告 他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是多少 现在又是多少 他说真的 他说黄老师好难了 他就这么跟我说 然后这个气氛 对于你教的学生的这种变化影响 是很直接吧 非常直接 就是大学生会觉得 也就是说性价比低了 其实我一开始写这本书 我要表达的观念就很明确了 其实就是说 教育产业化以后 教育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很多网友会说 你就看到了问题 但是你没有提出方法和解决的措施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这个他们也是瞎说 也不是 不是瞎说 其实每个人都渴望有答案 我们给个初步答案 你肯定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真的还是找到自己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这就是我的通道 我找了很多弯路 我一直在维护自己的那种 很脆弱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写作 其实是把自我建构起来 那就是我们老家以前的那个大门 就留下的那个东西别人没有 都没了 对 我忘记是在五大三年级 还是在中大一年级 我爸有一次问我 他说你们这些搞文学批评的 到底在干什么了 哎呀 我那句话问得我好羞愧啊 其实我觉得他那句话 对我触动真的蛮大的 我后来经常反省 就是你如果连这个问题 都没有办法特别坦诚的回答 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就不好意思说 我从小的话 我的脑子里面就是一定要离开这里 就给以前的生活 就一刀两断 你看我从小在我外婆家长大 我就会小孩子敏感 你就会茶饮观色 我外婆我舅舅对我会特别好 但是我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有些事情是要收敛一点的 然后我在我外婆那边 那个生产队啊 80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六岁多 他们在那个晒鬼瓶里面分骨子嘛 我就去找那个队长要骨子的 然后他就说 哎呀你不是这里的人啊 你都姓黄 他们都姓卢 小朋友就身份困惑 有 真的好明显 我觉得我特明显 我那个时候回来我都不叫回家的 我说到你们家来了 然后我姐姐她因为我讲的话跟他们不一样嘛 姐妹之间发生矛盾 她就觉得你连讲的话都跟我们不一样 你是外边的人 对 对 所以我从小的话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种独立的愿望特别强烈 然后也更渴望得到尊重 就想好出去 你看我们前面那条路 你知道我每年最期望的事情是什么 我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回家的叫你们家 但是我每次一放寒假和暑假那几天我就知道我也赶快回来 因为我知道那些在外面读书的 我爸爸的那些学生他们放假了 他们放假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我们家来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赶在这几天赶回来 赶回来就听他们聊天 而且那些学生他特别乐意跟我爸爸描述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海口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北京上海天津 好几个就在那边读书嘛 所以你其实确实一直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 很向往很好奇 真的就特别渴望的就是那种诗于远方 我当然是不满意嘛 因为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方丽萍的 他都考到北大去了嘛 对 我还是喜欢读书 我老婆在工厂也一直读书 我是最早一批下岗的 还挺开心的 就自己开始复习考研了 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是谁啊 那佟庆平啊 千里君老师啊 千里君老师当年很有号召力的 他那时候在我们学校上课 三百人的教室 他们窗台上坐满人 哇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学术的理解和向往 就是应该是那种场景 对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挺就是那个飞跃您做做工人 嗯 做了一段时间工人 然后突然考研究生 嗯 然后进入那样一个语言系统 嗯 那种学术生活真的吸引过你吗 其实呢也还挺喜欢的 嗯 就是你思考问题的时候 写作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快乐的 嗯 但是你后来发现你写的东西 就那么几个人看 对 你会觉得好像白干了 就那种感觉有点沮丧感嘛 嗯 然后后来再后来又写的话 整个学术环境变化以后 就就完全你发文章变成了要去求别人了 嗯 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不舒服了 嗯 就变成了一个写论文 发表论文 去换取东西的人 我觉得这个没法说服我自己啊 那零几年左右是吧 对对对 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爸问嘛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哦 就有一天好奇怪的 我印象还记得那个时刻 从那个食堂里面打了一份饭吃完了 嗯 然后坐在电脑上突然就很伤感 就六月份的时候大概是 嗯 特伤感 然后就敲了那一篇 就是我有好的话要说 然后我就这样敲吧 也没想他的文体 也没想选材 啥都没想 就接着写写 就写了二十多天 一股蛮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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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一本放血式的书 就是不知深浅 也没有那么多规训 就是一股脑把你的经验 全部倒出来了 它就让你好像特地地唤醒了 用那种方式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就只注重那种目标感 但是一个人的意义感 它不是用远方 我就能够建构出来的 以前没这个感觉 后来回过头去看 其实你做的事情 你看我 其实我虽然说七岁多之前 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书 不认识一个字 就跟知识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跟我外婆长大 我外婆比我大六十岁 我一直就听故事讲大的 听老人讲故事 所以我从小的话 我的脑子里面就是 不同时代的人 在我的脑子里面走来走去 可能对我是另外一种资养 所以这真的很神奇 就那种小时候的文化基因 会一直伴随着你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在你生命里面 走过和经过的东西 它其实一直在的 包括很多印象 片刻式的 某个人说的某句话 只要是在你的生命里 经过的都会留下烙印 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苏醒 对 但是生活经验 他其实不能 拼命地就饶他的 你不能说有事没事 我就把这个东西 拿出来写一遍 有事没事就拿出来写一遍 他那个放血式 是不可持续的 我就觉得他是出疹子 就是人一定要出完一次 其实你让那些 你的学生写的作文 不是帮他们出这个东西吗 情感和那种 感受的疹子出一次 其实有时候 你让孩子 彻底地释放一次 他就会彻底地长大一次 我真的觉得 写作对孩子的成长 特别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一个人 没有一个契机 去回忆去分析 自己的成长要素 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你真的 仔细去想的话 还是蛮难的 能旁观自己的生活 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教育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拼命地去鼓吹 一种假装的东西 但是它就不教小 还观察身边的东西 这很要命 尤其今天大学里面 那些学生 你就觉得他们的生命 被掏空了 就像一个空心人 来到了你的身边 带着塑料的气味 和电子产品的气味 我真的就这种感觉 而且从小 引导它的就是单一化的嘛 那个对人伤害特别大 这些房子都是以前都没变过 其实这一栋是我们以前的教学楼 我上初中的教学楼 它高峰期的时候有21个班 超过1000个人的 等于镇上最大的中学 对对对 镇上最大的中学了 对 哇 很亲切吧 很亲切的 很亲切的 一直干嘛 一直干嘛 要拍你们呢 爱我们 为什么要拍我们 为什么要拍我们 玩一下咯 上课了 你好 你好 好玩 比你们小时候乖还是不乖 他们看着 难说 他们还是很天真啊 味道还是跟我们 那个时候差不多 青春你挡不住啊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中学生 我就觉得我们职业下的孩子 很多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是 是 特别明显 给人感觉 对 才有热是吧 其实我觉得 一个最需要解决的 那种情感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间 一个小孩的那种很敏感 很脆弱的情绪 他是特别需要呵护的 但是农村的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间 那个心理这一块 就情感和精神的需求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忽视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明显 比如说我印象中 就是有一些孩子谈恋爱嘛 高中的时候 那学校的整个学校的管理都是 就是一刀切 我就印象很深刻 有班上有个同学的妈妈 就直接就到教室里面来拿个东西 就把他的锁撬开了 就很粗暴 其实父母不是不爱我们 他们就是因为孩子多 事情多 家务多 然后要面对的麻烦是又多 他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能力 来照顾你的情绪 对 但是这种从90年代开始 就是打工的外出多了嘛 尤其在大学里面教书了以后 看到他们作文以后 我就觉得有些甚至 还比不上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虽然说父母不会说管的特别多 但事实上 你还是有安全感的 首先你生存没有太多问题嘛 爸爸妈妈又在身边嘛 或者爷爷来了嘛 你不会觉得要跟他们 就长久的分开嘛 其实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对 现在很多小孩都觉得是 孤立自己的 完全孤立的成长起来 对对对 那我有个小孩的作文我就记得很深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他就这样写的 他说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是我记得上次在深圳 我看那些学生 讲自己一个人骑摩托车很快 真是 对他有点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对待自己的生命 对对对对 他们就是在最敏感最脆弱的时候 父母都不在身边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 就是我们当人看着提心吊胆 但是他他就这样处理 而且他觉得理所当然了 而且也没有父母去管制这些事情 是 嗯 好好一对对 你的两块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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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小孩子跟你们小时候差别是不是很大 你们现在教这些小孩子 那差别大 反正他们现在可能比较舒服 没有什么太长远的那种规范 反正就是混着 我能混到一个高中 很好 我睡不了 有多个值高 对他们是这么想的 所以现在的手机 小孩子玩手机什么东西 就玩的特别多 对对对 因为他父母就是在外面打工 他有个兴趣 孩子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 对 他就觉得我 他补偿 要补偿心理 你要钱我给你钱 然后给钱给多了 他就买手机 打游戏 搞什么东西 上网吧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发泄方式 碰到名理的家长 他会配合你 要是碰到不名理的家长 有个家长就说 我孩子在这学校没杀人 那是你就别叫我了 天啊 确实也是不名理的家长 确实是对于这样的家长 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他们的这些小孩子 是不是普遍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呢 大部分 所以他们就一年见父母一次 也就是 一般都是 好的就是爷爷奶奶带 不好的呢 不好的可能还像我自己的外甥 我自己外甥爷爷奶奶死了 他爸爸妈妈都在外面 没地方带 没地方的就是平时就是我带的 等于鸡养在你这一样 对对 那你觉得对他们的性格影响未来会 有影响的 反正他有时候感觉跟别人 你去对他好跟他说 他就觉得你是在干扰他的 他们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固 他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是要排斥你 他也接受你 但是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就是很强硬 不安全 那你现在觉得写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最想克服的是什么有吗 就是磨了很久之后 我才写出一千多个字 我是觉得最大的困难 就是去克服自己 回忆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情绪 我就比较担心自己陷入到 那个情绪里面就出不来了 我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出来 但是我写作的过程当中 我太全虚化了 因为我会想被我大伯啊 他们看到了之后 会不会就是觉得我 把这些家丑 给别人看这样子 我就会有这种担心 而且我在回忆 就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爸爸不在了嘛 所以就会有很悲伤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就很难写下去 非常抱歉老师 但是我后面会写出来的 我一定要写出来 谢谢 其实说说白了 我一直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这帮城市一长大的小孩 虽然说家里有个房子 可以说相比较其他人来说 是确实有一些安全感 但是呢 我其实我自己 一直内心理解就是说 我们这种方式 就是够什么是土地红地 不创造价值 我真的就这么想 我说这几年就翻几番 我觉得确实是让我自己都有点 最恶感 不是最恶感 这倒没什么 这玩意你说 就我一个人的承担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大 非常宏观 可能很早以前 你突然意识到 好像我比别人生活好很多 那我也要去帮别人 但是后来其实 你跟自己生活一结合 你会发现 有个东西非你一个人所能 我个人觉得 对我来说其实非常无力的 刚才那些读的很多片段里面 大家会觉得 比如说自己的经历也好 或同学经历也好 可能有的是家庭贫困的 有家庭是各种 父母要打工要离开嘛 留守儿童嘛 如果跟城市里的一些 就所谓的更正常的一种生活 这件事很不一样的一种经历 那就会觉得 不公 生活对自己不公嘛 世界其实本来就是不公平 我觉得就是公平 这个东西是一个人造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愤怒是有的 你去复盘那些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 心好 就好痛 觉得好悲伤 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你刚才提被说的 老师真的很抱歉 今天为贷款的事情烦透了心情 刚回来就要写作文 真的一点思绪就没有 你就做一回我的听众好 好动情的一个 对 这个学生现在 什么叫小邓是吧 对对 他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 这个学生我后来没有跟他 没有任何联系 嗯 当时我 我觉得我还是 因为我觉得孩子 他内心有那么多 预计的东西 嗯 其实我是不想去碰触 嗯 所以我也没有有意识地说 后面跟他保持太多的联系 嗯 因为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老师介入太多的话 学生他会 也是问题的 不会的 对 对 所以我很紧的这个 包括怎么面对这种 包括你说你写的这部分 还忙碗家里不幸的嘛 嗯嗯 就昨天上的一课我也 就是我也会困扰我 就是怎么面对别人的不幸呢 对你来说 好像你过度的表达也是个问题 对 你不表达也是个问题 对对对 其实我每次写作要写他们的时候 我都要花好长的时间 心理建设是吧 真的是 包括我本类本书写完了以后 我觉得好像内心被深深的伤了一次 就那种特别的暗淡阴暗 因为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写作都是这种罪恶 真的有那种感觉的 真的很残酷 说说写的时候都哭 但是呢 你又特别详细 而且这是作为一个写作者 意识到应该写 对 然后你又必须写 你又想写 但是你写的时候又很难受 好 写完了以后 传播开了以后 它又变成了一个公共产品 然后大家要品头论足 其实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人 我接受的人都过得很好很好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又知道了这些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不是说 我刻意的要去找学生挖什么东西 而且他跟你说了 他就要找你说 他写作文里面就写了 事实上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桶一样的 装了好多孩子的故事 我是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的 真的是这样的 你怎么消化呢 比如装了这么桶 装了这么多 其实我内心有好多东西 很忧望的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会写作呢 因为你实在是 你也想排解嘛 对 你也装不出这么多东西了 你也找到通道嘛 这就是我的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这就是我的通道嘛 来表达我对世界的理解 对他们呢 就是怎么面对那种残忍 他们经常问我的 可能还是必须写 但是我就觉得 他妈妈就是那部分 我就不知道不太想触及 或者怎么样 就那个东西太强烈了 太悲伤了 对 好 好热今天 好热 还是好热 好热 辛苦 什么时候能凉快点 大堵车 好 没事 等一下再过去 好 我们走这边吧 好 来 辛苦了 真的 在这里 这里啊 对 这真的挺闹中取劲的 在这住多久了 住了快半年了 到15号就整整半年了 你去过韦福的天台那家吗 我没有 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 你看到书上写到了说是吧 对啊 谢谢 然后把空调开了 然后就两一写 好的 谢谢 你在看《夏目数十》啊 这本书买好久了 一直都没时间看 然后看了前面几十页 我见过他的外孙女 外孙女 然后在我的东京去他们家 他 曼孙女以前是家庭主妇 从来不写作 他到了50岁的时候 突然就写东西 因为夏目数十是49岁去世的 他就发现他的外祖妇 到这个年纪 人家写了这么多好的作品 他自己一事无重 然后就 从50岁开始写作 现在写到80岁了 还在继续写 有时候我是觉得 他有意思 写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要有一定的经历 有一定阅历之后 才会写得出来 我现在就不行 我看了你写得很好啊 那个是 我是那种就是 我没经历过的东西 我编不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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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经常就会 鼓励这些学生去创作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 我跟他谈了一次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呃太多烦的东西 没地方跟人说 然后就找一个老师 刚好跟自己关系不错 然后去他办公室谈了一次 然后他陪我回了一趟家嘛 嗯 见过了我生长的地方 然后知道我的过去 他就是会一直觉得就是 觉得我不容易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 要不你写一下 你把你妈妈 还有你这些事情都写一下 然后 然后我就写了 把自己关在一个教室 把超联拉起来写了一天 嗯 当自己的这些故事真的被写出来之后 你是什么感觉 嗯 一开始就是呃 我有个同学 他看了那个故事之后 会跟我说 你你把这东西写出来 就等于把自己的根刨出来给别人看 让别人看到你不好的灵面 把你打开了给 对 但是我可能是那种把东西说出来了 然后我就好了 然后至于别人怎么想的话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我也是你们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因素远离了我 那我也无所谓 嗯 现在是这种状态 但这个坦然是慢慢才慢慢到到抵达的 对 嗯 一开始的话会 就是以前我会很想去逃避我爸爸那边的人 嗯 然后很想逃 就逃离这个农村啊 那些地方 但是就是写出来之后 可能对我自己会有一个就是 就跟过去和解的一种感觉 嗯 我是觉得过去的那些东西 然后成就到现在的我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成就 哈哈哈哈 现在还是个小小的学生 哈哈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 这几年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种 新的东西 嗯 对 可能像黄东老师 他们那个时候就可能 就算他在工厂下岗啦 他现在还是能够做一个教授 然后写这么多东西 嗯 我是觉得就是 这种如果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那个努力 已经很难建立起这种个人意义 心里面会慢慢的渴望 更本质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 基本上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我哥都写了一遍了 嗯 他们都看到了吗 我没肯定看 嗯 哈哈哈哈 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看的勇气 嗯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对物质不是特别 特别有那种欲望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就是 我很知足 但是我还没满足的状态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就有写 上半年最感动的十个瞬间 嗯 我就有写这个 最终一个瞬间是什么 嗯 有一天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就突然跟她聊到一个事情就是 她现在五十岁嘛快 然后如果我一年只能见她一次面 那满打满算她活到八十八岁 那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见她三十八面了 嗯 就想到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瞬间觉得 原来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 是可以用见面的次数来计算的 我真没有这么说 你真没有 对 说个触动我了一下子 嗯 是真的 我就突然瞬间就想到 真的 如果这辈子我真的只能见她三十八面的话 那我接下来这三十八面还要跟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嗯 就我很 你就会期待 然后也会特别的害怕 会比较难 对 我妈那时候 是一个乡村教师 我到六岁才离开农村了 我爸爸当兵嘛 她在外面 我一年见她一次 所以我就对父子关系啊什么就 我理解 是的 你也好像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也就去反正就你成长方式嘛 所以我看你写这些东西都有一种 遥远的亲切 有一种很遥远的亲切 那后来你回去过吗 很久不回去 可能那边就是亲戚也不太多是吧 有 有人跑长途汽车 有人成为教师 我有一天上去把它们写下来 但是重新建立关系很难 是啊 好多年没回去了 嗯 你 你 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表达 它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很奇怪 跟我交往的多的学生 一般都是内心有创伤的 就一个整天很快乐 从小没有经受过任何挫折的人 我很难想象它去写作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所以我越来越写不下去了 我觉得您其实内心也有很多那种 状态之后 不是有很多焦虑 我赶紧喝点糖水补一补 那是大概那一年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86年87年的时候 天天就在家里头写东西 写个牛逼出来 穿一个大棉袄 吃饭就拿一个锅 吃完了锅就扔在地上 就这种 那时候因为开始发表了吗 已经开始发表了 因为开始发表以后 在萌芽发表 对 在萌芽发了好几个 在上海文学也发了 正式要去杀入文坛的时候 是的 那么结果后来有一天出门 我就看到一本世界文学 一翻开 就上面写 越南文学专号 我心里就一愣 阿宝十岁 邻居贝迪六岁 两个人从甲三层爬上屋顶 瓦片温热 眼里是半个卢弯曲 贝利拉紧阿宝 小身体靠近 头发飞舞 东南风一进 听见黄埔江传名 元昊宽广的嗡嗡声 处为少年人的胸怀 我就注意到这个感觉了 我说为什么我看到越南文学 我就会 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失望的感觉 就说实际上这个 实际已经有了对欧美的 法国小说专号 或者说是什么 什么英国小说专号 那就来劲了 越南文学专号 我一下就 实际这是一种反思 我就觉得 我们中国作家 实际就像英美人 可能看到中国作家专号 中国小说专号 大概是一样的道理吧 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我好像一下就放下了 那么后来就和朋友喝酒啊 有事没事都聚一下 吃个饭 对不对 甚至于我有一次吃饭 吃到饭店出来天蒙蒙亮 真的是挺好玩 现在想想 哈哈哈哈 阿宝对贝蒂说 乖男 下去吧 烧心阿婆讲了 不许爬屋顶 贝蒂拉进阿宝说 让我再看看吧 烧心阿婆最坏 阿宝说 嗯 贝蒂说 我乖吧 阿宝摸摸贝蒂的头说 下去吧 去弹琴 贝蒂说 晓得了 对端对话 是阿宝永远的记忆 一开始写小说 后来中间这么长时间不写 就按照我正常的想法 中间还是会有一段 很难熬的时候 所以繁花会一切写那么长 嗯 就是说 我自己都无意识的 这是完全无意识 完全是昏睡的 那就是说我这种 写繁花之前 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 哎呀 也留下一篇寂寞 我写繁花就是路上遇到一个美女嘛 冬天的时候 黄昏的时候 过去的美女在摆摊 我一下子就是 哎呀 想到好多好多事情 七十年代 这么一个美女 现在像老太太一样 在马路上卖那个小孩的衣服 啊 我倒不是说 他怎么会这么落魄啊 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 怎么这么美的一个人 怎么会这么老 他哪怕就再有钱 他也会变成一个老太太 嗯 就不能相信的 他不认识我 我认识他 我知道他竟然是当时 就像那个西西里 的传说 这样的一个人 他突然老了 那么过去的事情 全部出来 就就是 你挡不住 我原来 我知道那么多事情 啊 您的菜 看似静谧 可能正平派 表现的笃定 其实充满不安 理性 才能拥抱危险 历史 与未来一样崭新 而当下 也许如过去一般古老 以兼容之道 编织意义之网 老练亦可以很天真 这就是我家里的这个房子 他这里的格局 就是都有一个弄 嗯 我呢那天来看了 我也大为惊讶 因为这里原先都住满了人 然后走了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我还担心说 那个他们这里呢 是不希望最好不要拍那种破破烂烂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有历史感 但是看起来风景还是挺好 你没进来过是吧 没有没有 就是破败不堪 很有肺原的那种味道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我呢本身 哎 椅子没有搬进来嘛 我们本来就打算 我们俩就 所以我也不能让你穿拖鞋 你看看这个地方怎么穿拖鞋 他没办法穿拖鞋 你看这个风景漂亮 你看这个很棒啊 这个就是我住宅 我看见这个门 我就 我就觉得这个 可能是这些可能是唯一的痕迹 因为这些人都过世了 我祖父是死在这里的 所以我就是 到了这里就特别茫然 因为时间就是这么过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了 他们的生活楼上楼下怎么回事 我就根本不知道 有点儿 这oris 我拍的老人家做的好可爱啊 没有 金老师 这么少在这儿碰到 真好 我今天配白配 是 是 是 我穿的多 这老人家好可爱啊 我听他们的聊天 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他说这当地的话 好 那我们就转转 反正听听安排 没有啊 就是我们可能就到里边去坐着聊一会儿 好好 你说说这个房子 你穿这个鞋 我就不能让你在里边乱跑了 那我换个鞋 换一个鞋子吧 好 我是特意穿这个鞋来 我以为我要在小镇上散步 我换个鞋 要去探险 那太好了 你看我这计划是没有意义的 我发现 早就这样我也穿了多鞋 我在宾馆的东西我穿着 对 好 现在咱们走 那咱们就进去看看吧 好 那么我们就入座吧 好 那树也晃动多漂亮 这棵树是野生树 是一个鸟吃了一个它接的果子 然后小鸟在这里拉死以后就长出来 一种江南特有的树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不都跟那一样的 是啊 就像一张树叶一样 落下来就飘走了就没有了 所以记录是蛮重要的 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 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不记下来 像这个房子这么多的场面 根本不知道 全死了 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姑妈我的爸爸 所有的人都死了 可能是一个童话 我的祖父的母亲 她是从那边有家杨树 杨树这个地方过来 就是我们金家的这一支 到底里正来 也很多代了 就是就是我祖父的母亲买下这个房子以后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离太湖非常近 太湖强盗经常会来 有一天晚上就是 来了一些人把家里细节一空 因为他就知道你很有钱 那个老太太就就说 还可以 他说他住进来以后就在天津里面 有一个缸 缸里面放着元宝 他说这是我唯一的财产 既然家里没东西了 他说就把这个缸给挖出来吧 那么一挖挖出来就发现这里面根本就不是元宝 是一刚那个赤链蛇 就是江南特有的这种蛇 所以他就当场他就哭了 他说他说金家要败了 这个事情我爸爸都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祖母待的时间比较长 他会告诉我一些一些过去的事情 那么时间一长 这些东西就变成神话了 我觉得 元宝变赤链蛇 好像是二十世纪生活的隐喻 因为我您提到一个书写 这个冲动 最初认识到自己有书写这种冲动是什么时候 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喜好 他不会听父母的 每个人都是 现在人也是 就看你身边什么人 你说他影响 我因为当时我父母也根本不管 我文革时代 我上海交了一个朋友 他高中生 他也没有下降 他当时是也是个很特别的人 我对他也很好奇 他就看哲学 像什么小逻辑 什么什么书本华 这些书 然后我去东北 我十六岁去东北呢 我跟他就是通信 我当时至少我觉得 我写的信挺好 而且上面还会有画一些插图 比如说北方的这个大抗是怎么回事 北方的屋顶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他和南方完全不同 那么他就看了我的信 他就说你可以写小说 这个人就是在我少年时代的 他说的这一句话对我产生影响 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这句话的话 可能我不会有这么一个想写东西的这么一个念头 但是我这个朋友呢 他也他一生 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他后来就去了美国 又去加拿大做生意 做生意的情况好像也不大好 完全就是不敢露面了 这种样子的情况 后来等我得了毛奖 得了毛奖 有一天我在传达时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而且不是标准的信封 是一个什么公文的一个文件袋 里边有一封信 这封信呢也没有署名 就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 就是说意思祝贺你得了家 你下面一句英文就是你充分享受你的快乐 但是他没有署名 所以如果没有我这个朋友说的这句话 可能我不会去写了 所以你会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们的这代人都是 按承担金的说法就是眉头苍蝇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么七八年的时间 就是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全凭你的兴趣 上海人话说就是开乌龟电车 在那样的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里您是不是也是一个那种有游离者那种感觉 八十年代的这种文体都是一些一些一文版 你不是200年孤独立刻所有的都都都都都改成这种口吻 但是他们说这个这个都改成若干减以后 但这个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一个味道 但是这个里边因为我呢写了几个小说以后就掉进上海文学呢 他就变成一个编辑了啊 这对我是有有影响的 因为我对我有影响是什么是一个编辑对作者的这个这么一个要求 像繁花这种重归传统的这种方式 从一个编辑的角度你会觉得很少见啊 比如鸳鸯蝴蝶牌的东西早就被判死刑了 比如说你说一个女孩子好看那个眼眸特别明亮 特别扭扭转 他鸳鸯蝴蝶派就是明眸善赖 这话你现在你就算是阅读文本的话别人都听不懂什么叫明眸善赖 说都说不说不算 但是文字上看就是好看 但是他 等于说在50年代这些词就是从新文学运动就是这个现代文学 这一块已经被 被判死刑了 被切除了 因为冤狐派的这个本身就是很落后的 但是这些死亡的词你现在拿过来用 我个人觉得比那个翻译味道的文字好看 为什么因为翻译翻译的东西翻译味的这种译文腔看的太多了 这就是物系为贵吧 大量收集啊 鸳鸯蝴蝶牌的文字 放进去 不是说我要提倡这个东西 是因为没人这么做 就是您要在一个美童时代名谋善赖 现在回看一下 在东北那个知青那群年轻人之中 包括老乡之中 你是个什么样子 什么性格的一个年轻人呢 我是一个旁观者 昨天呢我们的记者在上影集团举行的 电影创作座谈会上 发现了著名导演王家卫的身影 他在发言呢也证实了 将与上影集团合作拍摄作家基米成作品当发 今天没穿拖鞋啊 今天穿着拖鞋嘛 好 我打算补上 好 我怎么觉得我第一次进这楼没来过 我觉得好像走进邦伟政权的一个办公室 你是哪年在这我30年了 30年这个办公室有什么历史吗 讲头吗 他也没有他这个就是过去老板的卧室 但是当时传说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 所以和戴笠的关系很好 所以戴笠在三楼住过 嗯 那蝴蝶在这住过吗 那不知道 这是您的桌子 这是我的桌子 在看什么稿子吗 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看我刚才看手机呢 嗯 我们等会就到那边去 好啊 设计的给你量身定做的一个 真的啊 我小时候文学青年 我一直想来一下这种编辑部 是吗 对 我这小时候现在没预设都不收我 带着深深的仇恨来的 这几年是您人生中最繁华的时刻吗 也不是繁华 就是很累啊 真的是很累 我是特别怀念过去那个样子 自己比较自由自在的 但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东西 最喜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喜悦往往只有几秒钟 嗯 知道或者是你这小说获奖了 一会儿说你这个小说怎么上了什么榜了 你就一秒钟啊 挺好吗 真的吗 嗯 那接下来就是有什么人要怎么做访谈啊 有需要干嘛 又是这个 对吧 事后的麻烦就到来了 因为真是真是这样 嗯 但怎么办呢 有时候想想人家喜欢这本书 人家来问我这些问题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 你觉得这个书 有没有 有没有你觉得还想很修正的缺陷或者想去改善 嗯 嗯 嗯 而现在的说法我不应该写这个里面有很多什么婚外恋之类的 都好 很好说 现在已经培养成大家的我们的年轻的读者对三观不正特别敏感 还有一个最不好的词叫渣男 渣男这个词最最不好 因为什么 本身是非常复杂性的东西 你比如说 安娜卡琳尼娜里面的沃尔斯基 你按照现在的口吻就渣男 这个也渣男 那个也渣男 你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 你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 就去涵盖它 人不是说这个油腻 那个渣男 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话 它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的原因 你活到一定的年龄 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复杂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老师应该引起重视 人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涵盖的 再这么说的话 你太可怜了 真的是太幼稚太可怜 这种新一流的单调话 真的好可怕 几种几种因素在一起的 这种新一流的单调话 深入这个年轻大的骨髓了 好像已经变了 所以阿诚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因为我们中国的武士以后 他的自然主义的这个积淀呢 非常短暂 几乎没有 直接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 他说法国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自然主义的写作 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批判 繁华里面 90年代这块有很多读者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我是要记录下来 这原因出在哪里呢 就是有一天在90年代 有一天我被一个社会朋友拉到金陵路 有一家小饭店 这家小饭店是三姐妹 从日本回来的三姐妹开的 然后我坐在桌子上一坐下来 然后就在听这些男女说话 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我非常吃惊 你比如说其中一个人说 问那个女的说你现在怎么样 那女孩子 他说我现在被一个日本人包了两年 他就这种问题在市民阶层中 在某些环境里面 他就可以这么说出来 云淡风轻说出来 云淡一点没什么 这种弄堂的小家碧玉 他就可以这么说 那我开始也不理解 但是其中有人就说了 你像你这样的人 你和一个小职员结了婚 不是天天吵架吗 对不对 你跟一个日本人 你出来腔调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那一天的饭局 对我对上海这个 整个城市我发现 我完全变化 看法完全不同 像这一块层面的 日子过得相对来说挺好 但是他们又不是我们灌肠中的 这些市民阶层 真的真的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我可能我写了这个说 哎呀老金怎么你写这种东西啊 但是应该说一句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吗 这个是社会现实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就是 它是城市的历史 而且特别生动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一块东西在 繁华的写法就是 被阿诚说起来就是自然主义的写法 就是说我 我不会个人来批判什么 这不需要批判的 批判让读者来批判 读者都具有批判的能力 原本说要到东北去 我觉得东北呢 我说我就不想去了 因为东北是一去了的话 心里会很不舒服 主要是吧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好 伙议 ñ bed 抹净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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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旁观者 因为他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 很多刑满的犯人 刑满了但是他不能走 他还在干 所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师父 带着我们戏墙啊 做各种事情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一个人一个犯人 我们那边的二劳改 就是劳改完了之后流场的 他说的 他是青岛的大学生 抗战开始了 他和他最要好的同学 说我们要去参加抗日 然后就到山西一个大院子 大家都排队进去 国共合作阶段 进去大院以后一看 这边是共产党 这边是国民党 结果他就和他的最要好的同学 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 一秒钟里面分手了 他去的正好是国民党的报名处 他最要好的人就去共产党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就分手 分手以后他说 后来他就参加到参加淮海战役的时候 他已经是营长 但是淮海战役他被被抚 被抚以后就去关在监狱里面 说有一天 犯人开会他坐在台下面一看 就看见他最要好的同学 就坐在共产党的位置 完了他们两个人就拭目相交 都看到对方 等散会 有一个勤务兵就来了 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首长 马上要去东北嫩江 办一个捞改农场 你如果要去的话 你就报名 说完就走了 说完走了 他说我在当时的时候 我觉得我肯定报名 我的这么好的同学 过去的这种回忆都起来了 然后他就报名 报名他说 我就是这样来到了 东北嫩江 但是实际上他说 我来了之后 我也没有 没有再跟我的这个同学 有过什么交集 因为他来了之后 没有几个月 他就走了 他又掉走了 你如果不遇到这种人 你就没有历史感 你就不是在 他是说人说事 说在一起的 真有欺人的都是 我们现在想到年轻人 我们就觉得 哎呀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就是说充满希望 但是实际你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人身上 实际决定你命运的时候 往往只有一秒钟 而且你的路非常窄 我现在就是说唯一可惜的就是 哎呀就是没有记下来 就是一个故事 当然我也写了一点 尽其所能写了一点 人生的故事太丰富了 人生的选择有时候是 真的就是一秒钟 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七六年底 刚回上海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七六年 发生很大的转变嘛 整个的情绪 那时候最鲜明的给你的冲击是什么呢 那是 等于说是叫什么百废待兴 等于说一个人慢慢醒过来了 但是我现在想不出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段子来说一下 我的习惯是最好有一个什么东西 能够说一下的 你说再喝一口 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 就是突然一下子 新华书店都排队买书了 就是说都是通宵的 甚至于去排队 不管你是电车卖票的小姑娘 还是菜场卖菜的 还是干嘛的 都在看大部头的小说 没东西看的话呢 我有一个杂本区 有一个大姐姐 当时大概三十一二岁 他记忆力特别好 就是说 那时候也没事干 一帮文艺小青年就跑到他家去 他一边打毛线 一边他说我昨天看的 简爱 我现在跟你们讲 从头到尾讲 是一讲的过程啊 真可惜没有把它录下来 我认为这种讲述 这种复述啊 实际他是有自己创造的成分 他能够花三天时间讲一本书 他看完之后他就记住了 但是实际他个人演绎的话 我实际蛮出彩的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特殊阶段的一种文化 其实某人员是那种封闭脆乏 戳到这种口语传统出来 对啊 那时候你是一个会这么说书的 我倒是没有 但是我会听 但是我最近好像附说过一件事 结果后来发现再去看原文 我觉得就觉得简直不相信 怎么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是去年的时候 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材料 我为了这个事情 还特意打电话给上海档案局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1970年上海某派出所的一个审讯笔录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发现1970年的时候人太可怜了 说一个上海的一个普通的工人 在1970年的时候 有一些那种工人的这种集中的这种单位的这种宿舍 就是说两个人有意思 写一个条子 说明天早晨7点钟 明天早晨7点钟干嘛 那就两个人约好 明天早晨7点钟在这个公用厨房 那么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就是互相看一眼 过去又没手机又没电话 又没什么什么都没有 必须要依靠眼神 依靠文字 依靠什么一个一个动作 来双方心领神会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材料特别珍贵 就是那个时代立刻回来了 还有就是这个女的说 我明天要去走亲戚 这个男的就跟在后头 怕两个人一起走路 怕给工厂里的同事看见怎么办 就到处都是眼睛啊 所以到最后实际上好到最后就两个人又不能有肢体接触 所以到最后这个男的实在没办法 因为上海的那种房子的墙壁是木板就板壁嘛 就在板壁上挖了一个洞 这个男的可以手伸过去啊或者那个女的可以手伸过来 结果挖了一个洞 第三天 这个女的他男的是长期在外面出差 这个男的回来就发现了 发现以后就 把我派出所抓起来 一个一个因为我是一个过来的人 就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我就觉得实际他的这种 就是双方的这种接触太可怜了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来来找一些这些东西 我把名字都虚掉好了 这可以编一本一本巨著啊 就是说1960到1970年的上海人的普通情感生活 非常珍贵啊 太珍贵了 你名字虚掉好了 张某某李某某有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而且都成年人的事情 他是非虚构的 一个一个案例 一个一个案例 一般的就去掉嘛 因为特别的压抑和封闭产生的那种创造力 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事情 就怎么您作为个人怎么理解的事情 作为个人肯定很反感的一件事情 但作为一个创造 是什么 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是 可能说我是写作者 我就是觉得我看见稀罕的东西 我想最好就能够让大家都看到 就是说来修正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有对照 我们应该把这个过去不要忘记 我们把过去这些东西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我对文学的理解也是很简单的 文学理解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保存下来 就等于说金平梅一样 如果没有这本书 我们对于明朝那个时候那种 根本就不知道 文学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或者说你要推动社会 我个人是觉得 你能够保存过去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推动 你说我们俩揍得昏 揍不自然 就是了 就是了 赶紧拐弯 对对 我等会带你们穿一个路袍 穿到巨头路去 好 而且我小时候读那个红梦龙啊 红梦龙是我们的气氛读物啊 哦 就是对 你就觉得那个世界特别有意思 你看 所以你觉得那个啊 吸引我们那种封城 是永远不会消失去的 这个进去过去吗 这有一个小箱子 这个里边的房子 上面都系在一起 而且是在小孩最终系列 嗯 我想说经常走这个 小花就跑过去了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真是 我觉得那时候小孩都像游魂一样 在城市里倒都是乱游那种感觉 像这种这种房子 它肯定在开幕前就有 嗯 开幕前 哇 我没从来没走过这条小巷 这么多人 上海人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你小时候的这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变 一点都没有感觉 有的就是刷了一个肠 你看出来就是另外一段 对 哈哈哈 曖昧啊 哈哈哈 是啊 那天我记得你们有次跟丹青说那个特别可爱 说那个在那个不是古镇吗 水镇上面 嗯 你说这些水水箱水镇那些小镇就像一个偷情的感觉 是的 反 shot é This lot of earth - 在那样李是 是呀 包括你看这种午后的窗子 对 窗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才是那个 市民阶层 就像海底的生物 特别敏感 他一旦海洋的温度到了 或者怎么样 他就会很蓬勃的生长 到一定的时候不对了 立刻烟起锡果 你看上海在我的眼中就是 他什么时代就什么样子 他都可以老百姓都可以过 他老百姓非常灵活 市民阶层非常灵活 但是他内力他是不改变 他对生活的理解 他最希望过什么生活 他有自己一套东西 城市就是这样 就像一个森林一样 你破坏了以后 过几年他又长满了各种植物 他又包裹起来 伤口又包裹起来 那么城市的魅力就在这种地方 就是说你不是一目了然的 那才带劲 对吧 到处都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要保持这个生态 我们不能够把它搞得像一个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会有点像李博元时代他们那时候 对 他们更厉害了 对不对 他们这个时代真的太厉害 我昨天说包天校的回忆录里头 包括有一个叫南庭笔记 就是 对 他好像南庭庭长嘛 是吧 对对 写冠场现行期的那个李博元 那太棒了 就是他写那个那种笔记体的东西 上海这个城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他会集中了大量的神秘人物 南庭笔记里面写过一个人 贤同年间 一个将军 这个人有 现在说起来 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 就是什么清代赵云 白衣白马的 他每一次到上海来玩 就化妆成一个乞丐 就跪在四马路上 他手里托着一打手指 看见女孩子 所以四马路过来都是红尘中人 都漂亮女孩子 看见那个女孩来 就给他一张 经常被人 被人骂的 因为你给我一个手指干嘛 流氓啊或怎么样 他不管他就发 女孩来 结果如果有人拿了他这张纸 回到家里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张黄金叶 黄金座的叶子 夹在这个手指里 就这么发 发完就走了 你说那个时代有钱人 他玩这个 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好半天 我就是觉得是什么 我在想 他可能一个是当时的一种 一种钱多了 实在没地方花 那种可能各种可能都有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能够接过他手里的手指的 肯定是个善良的女孩 他是最基本的 他是要感谢 鼓励这些善良的女孩 你要我给你一个礼物 您说我们 我们喜欢这些 有点奇怪的故事 或者奇怪的性格 其实是不是因为 只有这些真正的怪异里面才容纳那些自由啊 异想天开那种 我们确实说对自由的那种渴望 一个是自由 因为自个做不到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看的太多的东西 知道我们的口味越来越重 我们的读者所有我们的接受的受众 跟过去根本不能比的 我们知道太多的东西了 那在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么多的一个时代 怎么去做一个写作者 我小时候 我一直觉得这个作家太了不起了 作家什么事情都知道 什么人的问题都能看得明白 都给你指一条路 都能得到解决或者说 都给你希望 但是到我这年龄我就知道 根本就没那回事 因为我写的东西 也只不过是把能写的写出来 我们连队有一个人 一个女知情 莫名其妙掉在经历死了 然后她的男朋友 第二天把她的男朋友抓起来 说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她就是一声不吭 关了三天都一声不吭 但是这个人同时她就得了一种冷热病 一发病就浑身发冷了 到满地打滚那种 一直到上海 到她五十多岁的时候 她都姓这个 然后好了以后就开始 家里有个脸盆拉出来就烧纸给那个女的 但是他们两之间到底是怎么 那天晚上怎么回事 真没人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而且她是已经死了 这个人 所以都是经不起细究的 每一个人如果你要仔细问的话 人我总结出来就两种人 第一种习惯就是你千方百计要打听别人 他是要好奇的 要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像我们写作也是 他们俩究竟怎么回事 人无关系 另一个习惯就是 千方百计的保护好自己个人的 不能泄露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文学是非常欺骗人的 它有种种的景记 环境的 你包括个人的 所以说文学实际没有那么高大上 它只不过就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 某一种面 让你知道你的生活的信心也好 包括其他那种 都要靠一个微小的个人 他自己来承受 实际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可定的 这点是 所以这些年更清晰的 就是我写了《繁华之火》 因为我觉得繁华我只写了60% 40%是没法写的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是 我的写作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丛林里面 就是这么几平方米 有时候看见一个黑影走过 可能是一只大象 或者一个大野兽 我也根本不知道 在这部题上 你觉得您有多勇敢 我是在胡说八道了 勇敢和恐惧 比如你在写的时候 内心会有很多要寻找的平衡点吗 那种平衡是要怎么找 对您来说 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是 举个例子说 我上两年我超过一段书 发在这个一个文学杂志上面 他是柳亚子的正祖父 叫柳兆勋 他就是太平天国时代 他写的日记 每天他干的事情 是我们这代人完全不知道的 就每天他要祭祀 有念各种咒 写字 看古书 最有意思的是 他说 当时那个 中国的文人 他是 他是静息自止 就是你这个纸上 只要写过字 你就有责任把它收集起来 要有一个仪式 把它焚化掉 他里头经常记录的 就是说今天和大尔 就是整理自治 尤其太平天国 几近几出离离正 兵花马乱之中 他就去寻找 什么马棚里面 什么到处都是 他要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在某天下午 把它焚化掉 这个只能是 这个匪夷所思 就是说你会觉得 又是那么陌生 肯定如果叫我去国 我肯定也是受不了的 也很烦的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有很多东西 还是中国没有 没有奇蒙的那一代人的 早晨起来看天象 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 这是有一些事 事实证明已经是 已经是 那个不行了的东西 但是他的 他的这种知识分子的 那种味道 是现在的人又没有了 那也觉得很可惜啊 更能够再造线的 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试试 是实现的事吗 登峰造极一下 我和你互换一下角色 我来做徐老师 我要思考问题 本节目由全新雷克萨斯ES冠名播出 上次我把它称为叫做 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声音 最伟大的声音 毕竟它是一种统计的概念 当时候所能够得到的 一个人处境的百科全数 春秋最有趣的是 它可能是中国第一次 有名有信有据的 一个人把一棵书完成 孔子做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写出了一个阴然世界的版本 这世界如果应该是这个样子 左钻是把孔子的 阴然的世界再拉回到实战 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理解 因为那是充满了各种 生活的可能的猜测 然后对人跟人关系的一种理解 中国的经书嘛 塑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思维 而且延续了几千年 它是让代表孔中现代影视的精神 对我来说 在台北这么一个地方 躲在一个咖啡馆里面 去研究左传 它的世界有波尔赫斯 阿尔美诺 坤德拉 对我来说它很像是归隐到一个历史的 分人有趣的一个缝隙里面去 对我来讲 很早就认识一件事情 生活的很多环华面 看起来好像各种可能性 但是以我的能力所及来讲的话 重复性太高 但是书的世界变化万千 他没有手机 没有这个email什么都没有 现在生活中的一个讨逸者 每天与他的书相伴 我的身边有一堆了不起的装作者 从我年前到现在 从上一代人 我的老师朱熙琳 到比方说我的家人 现在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什么干嘛一票人 那我始终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受众 你会羡慕他的生活吗 我不羡慕过不了 我一天都过不了 每天十点钟九点钟 去开玩意坐着 到两点钟 我对这种非常routine的这种生活 受不了 那你对他有什么期待或 比如做一个有历史自觉性的人 一个人文主义者 或者说跟随一个衰落的历史共存 你会渴望跟上升期的历史共存吗 还是说 就是不是假装不是高 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 我还输得还要彻底 我现在在台湾出书 出一本赔一本 所有东西都在这种 绝对不保证的状况之下 你还愿意不愿意 全心全意的工作 所以我喜欢波尔赫斯的一段话 也在这里 晚年瞎眼的时候 他去了沙拉沙漠 抓起一把沙子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把沙放下来 他说我正在改变沙拉沙漠 他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是我极以身的经验 才能说得出来的东西 波尔赫斯改变了沙拉沙漠 你改变了什么 从台北到北京 我对唐诺的追问不无苛刻 一些时候 他甚至坦然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我很好奇 唐诺专注读书写作的 真正动力是什么 我更好奇 在一个阅读衰退的时代 对于唐诺来说 读书人的勇气 到底意味着什么 您觉得您的 真正的记忆和专业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书写是这么一个蔓延的 说真的 真的没有 从经济政治 什么你都想拜过 文字什么都想 包括难过在其中 其实我一直在文学文化的圈子里头 包括从高中甚至大学就开始 但是我的第一本书是我45岁的时候 书写里头的我 远比现实的我 现在我在说要好得多了 更回到个体 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一种逃避的 还是一种反抗的多 还是一种反抗的多 每一次对话 都是一次意外的相遇 彼此的探测 不可避免的不安 以及自然到来的释然 它令你重审自我 一些时刻各为坚定 另一些时刻都充满怀疑 它也催你追问生活之意义 它也促你观察生活之矛盾 高速变化的时代 你个人意义危机的并存 也有更开放的对话 更多元的思考 才能追寻一种兼容之道 在宽阔的世界中 做一个不协爱的人 90年代起 唐诺过着白天在咖啡馆写作 下午买菜做饭的单调生活 从最早的NBA球评 退了一小说导读 书评 到至于自身阅读经验的写作 年近60的她 似乎一直没有取得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成就 而同样在咖啡馆写作的 唐诺夫人朱天心 出身文学世家 17岁就凭借小说 《激染歌》一举成名 姐姐朱天文一在16岁时 创作出首部小说 27岁成为何小贤的编剧 而他们的父亲朱熹宁 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 莫言称之为自己真正的先驱 唐诺的女儿谢海蒙 写作数百万字 29岁被刺客念以娘编剧 与身边众多成就要演的天才写作者相比 唐诺看起来有些暗淡无光 看唐诺在上面 这里比较舒服吧 对 这里是我洗澡的地方 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是很少在空调间 台北天气热到378度 你在这里写稿子 热死了 对 冷天的话会写到手会冻箱 然后台北的天气有用来得罢 所以大概我长年都在这里写 您坐吧你坐一下 所以大概是 那怎么会选这家咖啡馆 最尤其是我的第八家或第九家咖啡馆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家 这家咖啡馆我之前用过半年 当时的算法很简单 这些都有带早餐 所以我一天大概 连咖啡带的整个套 大概从一百块吃到一百二十块 每个月三十天就好了 比如说四千五百块台币 相当于人民币大概一千块左右 那我就有一个办公桌 有人供应两餐 只要午餐 不用洗盘子不用洗碗 那我每次都这样算 然后觉得比你的不得了 嗯 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开始了 92年 92年 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真正我自己认为 我的写作元年是 44岁45岁的时候 其实文字的故事算是我的 才是正式开始写的 比如说您说你是一个 相对晚才开始成熟的一个写作者 好像开始整体衰退的时候 迎来了成熟期 这两者的关系 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有趣的张力吗 我也不晓得 年轻的时候大概 一直是因为不成吧 就是觉得 写这个也不对 写那个也不对 像我的老师 朱熙年老师 那么温和的人 我尝试写小说 他两次评语 很好笑 他说 谢奕迅这个人平常还蛮有趣的 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么无聊 这是一次 第二次 谢奕迅这个稿子 自写得真漂亮 我忍不住一个字一个字在看 大家都懂吗 就是说 就是这个女生长得 这么可爱的老先生 长得真的是太有气质的意思 那整个几十年来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 真正书写落下来的点 那对朱立新来讲很简单 他们小说就是他们 生命中主要做的那件事 对朱立新来讲 他任何的吸收 他就是最后中间 化成电影要出去 那对我来讲 我始终找不到一个 我可以落的地方 这个时间可能有二三十年 回过头去讲 一路上走过来这种 不断不成的经验 对我来讲蛮有趣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是天生的小说家 他一写就进入 他不感觉到这有什么困难 对他们来讲那个事情也许显得轻易 但是 有可能 会少了那种 再思索 或者甚至被折磨的那种 你会更自觉性的理解 对 而且被迫的理解 被逼迫的理解 毕竟 某些天分 某些 锐利的东西有意义 可是 有些基础是 需要时间 所以 以前 我常在笑 说四十岁之前 我人生只做两件事 帮一个连续去写了一个烂的歌词 那另外一个是取了朱连心 就是 主要的 或者是我嫁给朱连心 对 好像我人生只做这两件事情不一样 但 的确是这样 那个二十年那种寻找的 其实你在找嘛 你在试嘛 那种 这种找的过程是不是挺痛苦的 还有 会吗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想就是说 因为那个世界本身的 真实感跟细节感 太丰富了 使得你 不会去想那些东西 我指的是阅读 因为你本来就喜欢这个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在做一个 会一无所有的 生命投注一样 相对朱连心 朱连文 相对这些朋友来讲 在阅读上头来讲 我可能是 较多的 走得最远的吧 相对来讲 容共最宽阔的 对 大概我 有 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一天可以有 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而且是每天不中断 对 作为一个读者的 这个部分的 饱满感 会使得你 就是 会使得你觉得不写 都没有 没有关系 阿诚说 他的人生启蒙书 是人类的故事 繁荣 那我也是 那你也是吗 小学时候读的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 知道说 原来时间可以这样看 他讲说 在北方有一块岩石 高一百英里 宽一百英里 有一只小鸟 每隔一千年来 磨一次它的嘴 当这座岩石慢慢被磨平的时候 永恒的岁月 便又过了一天 小时候 大概 九岁十岁吧 第一次看到这个 嚇呆了 就觉得 那个世界实在太有趣了 就是那样 所以对我来讲 你看到那样的一个世界 某种程度来讲 你蛮想成为 那样的世界的 一个人 那只是说 在这里可能多了一个 文学的自觉 你从这个世界里头得到这么多 你该 还一点回去吧 就好像 阿诚说他写 《尝试以通事》的时候 文字放得特别舒缓 我问他说 你这个笔料跟你 写那种很酷的 那种笔料不太一样 都讲半句 他说 这个是房隆的笔料 我是这样得到的 所以我应该这样 还一本回去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后来比如说 房隆如果是最初的这个 塑造和影响 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 中学时代 那个时候的阅读的范围是 当时候是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 毫无秩序的 随机的 野蛮的 完成 我是读文科的 但是 你会觉得 你想 这样 较为完整的理解世界 有些 基础性的 沉闷性的东西 是非要啃下去不可 所以我花了 很长的时间 念经济学 甚至数学 嗯 连当兵都是如此 因为我当一个很轻松的 稍微区率长 所以他们 带队出去出抄 看我这边看 看25史 他们四点收抄回来 看到我还坐在那里 说 拍张 你也没离开是不是 我说没有啊 只有执中饭以外 就是说当时的 读书的密集度 是可以到那样 像坦克车一样 碰到什么 反正都撵过去的那种感觉 这么强有力 和这种广阔的好奇心 是需要巨大的能量来支持的 这个东西 你自己想 我怎么来 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欸 因为我没有比较 我总觉得 所以我才问说 应该每个人都这样才对啊 因为每个人不对啊 这个是很自然的 是 我不懂人家为什么不买 人人为什么不买书 因为就是 全世界最划得来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写作的关系 因为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 思维者 一生的时光 天才加上 他那个工作 他可能只留下八本到十本的书 一本书以台币来讲 他现在是四百块 以台币来讲 现在可能是比方说 我们现在讲可能是五十块 随便这样讲 你把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生 最精华的东西 都得到了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更便宜 嗯 唐诺与朱天心相识于高中 彼时 编校刊的唐诺 经常到老师朱西宁家中约稿 慢慢与同龄的朱天心熟识 十年后 二人结婚 几十年来 夫妻每周七天 无休地在咖啡馆写作 即使在台湾电影最辉煌的时期 他们也一再拒绝 老友胡孝贤、杨德昌的邀约 专注于文学创作 九二年的时候 台北的气氛是什么样子 在你记忆里 九二年的 台北 它是在进进熄灭 而不是那个 过去台湾因为 中国现在使得 风雨际会的关系 使得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历史位置 奇怪到它曾经是世界五强 那很好笑 因为从来不是真的 北京来讲 当初通舟多重要 因为是大英河北端 那个是 要从朝运转 转进京师 所以人 货品 各方面共品 全部才能集中 那当然是一个 奇怪的原因 但是 人类的活动方式改变的 通舟就沉睡 台北事实上 我的形容是说 很长一段时间 是把一个大国的灵魂 藏在这个 小小的身体里面 但是现在这个真相毕露了 现在 台湾知道它是一个小地方 这个渐渐的熄灭 这种熄灭的感觉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 我常常有 很久 现在年轻一代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开始是完全不关心历史 不关心世界 就有一种虚无感 有一种放弃感 就觉得说 我只要好好活着 就是所谓的小缺陷 就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当时候不是 我们的一般的学生 世界史 的知识是足够的 包括欧洲的哪条河 哪个城市 产什么东西 清清楚楚 就是它事实上是 在上升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跟你有关系的 甚至是你可以 你可以参与的 不要受影响 那个阶段 是一个整个社会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 那个阶段 所以他甚至连 前上头都变得慷慨 就会觉得说 反正用掉了 明天会赚更多 现在回忆起来 在那样的一个 比如说 整个社会充满了这种 扩张的欲望的那个时候 做一个写作者 意味着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 他比较生猛 短短的半世纪时间 台湾的文学书写 其实 从某个看来讲 成就惊人 非常惊人 相对比方上海北京 这样的大城 台北供应多少 一流的小专家 而且 在一个极度 平薄的基础上 比方说大陆一写 大家文革的记忆 什么那些 一堆故事 台北没用 所有人的经验很快重复 所以锻炼出一些奇怪的 书写记忆出来 那诗来得更早 台湾的现在诗的 曾经很惊人 那样的东西呢 侵略性十足 然后 常识性十足 实验性十足 但是现在台北的 这种状况的书写 从出版界 从整个读者的消失 出版界的萎缩 使得书写慢慢 但 不重要了 能离开的人都离开了 但是我有另外一种期待 因为这样的书写 会出现不一样的光景 会是在那种 比较兴奋昂扬的年代 不会认真去看到 跟减实到的东西 所有各种东西在 在一个人的书写里完成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 台北能不能出现 这样的作品 可是我还蛮期待的 因为它是有机会 有机会的 那时候八年代 最初看到那些电影表达呢 比如何小贤 杨德昌 他那种语言 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直接的感受吗 跟 要当朋友就不要跟他一起工作 而且当然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而是 我跟追忆心就是 对于 电影这个 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有想象力 跟我跟他的意义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 较为 繁华而 一般人容易接受的载体 可是也不见得 因为他能够负载的东西来讲 我觉得 太少了 嗯 他是一个 太有限的载体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他代价太大 动不动 大家就是一个亿 两个亿 三个亿 所以好莱坞必然走向保守 就是因为 那个游戏太大了 没有人输得起 可是对输来讲 没什么了不起 失败的输多的是 满街都是 所以我从来没有任何的 一刻有 被诱惑 动心情练说 去这个世界看看玩玩 但有可能通过这个工业 把你个人的理念 最大程度的表达出去 对这个呢 尽管这个表达被打折扣了 但是可以抵达很多人 对这个也没有诱惑 这个永远是一个交换吧 比方说 很多人甚至有点 质疑或批评杨造 然后什么都能谈 什么都能解释 那梁文道也碰到这个问题 都是想办法把对一般人来讲 稍微复杂 稍微困难的 解释者 做一个解释者的这样的 那解释者 永远碰到这个问题 你设定的解释到什么地方 那我自己后来慢慢从解释者本身 给慢慢退走了 因为我开始紧张起来 就会觉得说 当你笔变得顺利 变得流畅 变得很知道 怎么对付这些东西 就会让我害怕 久而久之 你会变得没有处理 困难东西的能力 你那个能力会消失 那个习惯会消失 因为 有很多阅读是 对读者是有严厉要求的 对 所以 以前的读者 不是抱怨而是哀怨说 你现在写的东西 我们都看不懂 所以 我的作品在台湾 理论上已经 要靠编辑的善意了 才有可能出版 简单讲 我在安民那边说 是出一本赔一本 所以我每天早上在书写安民 有时候回来咖啡馆找我 我们就在笑 他每次进来说 又在写 这家伙写太快 写太多 我赔不起 我等下去干扰一下 我要去出差 就是说 大概 因为我的确是没停过 这十几年来 没有停止过一天 有没有强到下面的覆覆 下面的覆覆 现在这样卡 就是要有任何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漏了 这九九九五 之后来讲 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事 看小说 评审小说 永远是一个复杂的决定 小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非常有力量的文体 非常谢谢唐浩先生 那现在就请徐子冬老师 您这次来 等于是参与中国年轻小说家的评选 之前提到台湾的这种 突然的变化和书写的关系 你对北京的观察 就是说您来 我不敢谈北京的观察 因为我毕竟来得太少了 来之前来北京 很难在北京走路 不知道为什么会很沮丧 后来我察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北京是一个 原来最早是一个军事要塞 后来变成是一个 用来吓人的地方 为何事宜 跟生活有一段坚决 我这样说好像很空泛 但是我觉得在走路的时候 你其实感觉非常正式 什么样的书写可以应对 这样的一个城市精神 这样一种规模 这样一种气质 就要去发觉 事实上在北京的书写里头 属于民俗的部分 其实还是蛮多的 但是我对文学的期待 是比那个要贪心 我现在暂时用上海来讲这个部分 但大陆很火的繁花 繁花 金玉成写的 我蛮喜欢这部小说的 但我当然有我的不满意 而在于说 因为金玉成太爱那个 曾经消失的东西 小区小巷 像一样那种 有人情的 有温度的 有干嘛的 那付诸一探 而我的想法是说 上海是中国的大城市 可是上海有一部分是 是比中国还要大的 因为它的历史声势 它包括它当时候的 各国的势力的进来 可以上海发生了这么多事 也是中国领先崛起的 甚至比北京现代化的更少 我不满意 只是附属一声揭叹 因为里头发生太多事 而且太多事是具体的 为什么一声探息这种方式 好像占据了书写的主流 因为那个比较容易 而且那个安慰人 那个让你不要那么难受 那种强有力的东西传统 好像消失了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不是那举不必签 朱天新的古都 是我相当喜欢的东西 它在里头完全不试图安慰自己 就是正面 台北 我跟你玩真的 因为神势是我在意的 对我来讲 这是完全不一样 重量的东西 所以我 期待有人这样写上海 这样写北京 那王安逸曾经试过 写上海 包括像长恒歌那样 而史上海 可以变成一个超级难读的 部小说 甚至阿诚讲说 那玩意有人看得下去 但是相对来讲 我还是非常 非常肯定那样的书写 因为我觉得 总要有人 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 您觉得您的 真正的记忆和专业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书写 也是这么一个蔓延的 说真的 真的没有 大概我只能够广义的讲究说 我自己 从经济政治 什么你都想拜过 文字什么都想 包括在其中 其实不是假装不是高装 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 我还输得还要彻底 就会觉得说你根本不可能 我一直在文学文化的圈子里头 包括从高中甚至大学就开始 可是那是25年后 我才真正写出我自己 第一本说 而且还不是什么 怎么广泛的书 就是一个文字的故事 而且是一个比较通俗的 比较科普类的东西 我总觉得一个书写者 有必要在模式最后讲他所 所看到所 所思索的他当下的 一个处境 所以一直要到尽头 尽头当时有书写 是一个人的处境 你看多晚 2013年 我已经到50几岁了 所以我始终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足够的能耐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书写对我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是在于说 我找不到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对单一的一个题目 或单一个焦点 可以进行这么长而专注的 一种思索 书写里头的那个我 远比现实的我 现在我们在说话的 要好得多了 要稍稍厉害一点 因为现实里头我没有办法 这么精准这么专注 我说话只能够直觉 只能够靠 可是我在书写的时候 我可以一概修 一次一次的抓到最准确的东西 所以我到后来 我才讲说 不是书写需要我 是我需要它 嗯 回到更回到个体 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一种逃避多呢 还是一种反抗的多 一名的 我给你买了酸奶 你喝不喝 这时不喝 你不喝啊 不不你来 那我喝了 你来你来你来 再喝的话就要上厕所 你以前来过逛过这吗 来过可能是两次 就是有特别的感情吗 还是没有 有啦有啦 我不是说还看了那一件作弊的 那个小超的那个衣服吗 那个是 你得放外边啊 搭过去啊 谢谢 博恩姐 你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很喜欢孔子 孔子是我几乎是 在中国古代里头 评价非常高 最高的一个人 那个理性跟成熟 是我让我惊讶的 有时候你年轻的时候 那一代人 还是对这种不解的东西 困难的东西 还是向往的 尽管不解 但是渴望解 什么时候好像 公众普遍 产生了明显的抵触 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宗教的除媚 因为某些你不理解的 敬畏的 你害怕的东西消失 人中国人 我们有三种怕 敬畏天地 敬畏父母 敬畏圣人之言 因为好的话会打罪你 另外一个当然是我们 在现代的社会 他比较回到物质性的 比较回到当下享受性的 你觉得他 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 会做什么呢 不知道 因为在左传里头 很直禅 我就讲说 孔子如果不生在鲁国 而生在正国 他会是一个人 他会闪失什么变化 对 对直禅来讲 他了不起的人 孔子非常喜欢他 可是他一辈子他只想保有正国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让这个小国能够存活下去 其他我都不想 所以资产到后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是在于中国当时一统了 再也没有所谓的小国了 要存活 所以资产所谓的作为 在中国完全失去的意义 后代人也不会再去记得他 也怀念他 但是我说如果孔子身在正国 他会不会是职产这样的人 很难讲 那你问我自己吗 如果你是生活在香港 或者生活在北京 或上海这些城市 你的整个的 我不太敢问 也不太敢想 以我现在的工作身份 跟那个笨拙的想象力来讲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太奢侈了 那你怎么看海蒙这样呢 他是身体力行的来追问自己是谁 这样呢 这样一种方式呢 你作为一个 他现在完成了女性器官的移除 然后这次可以去登记为男性 这次他觉得完成 而且他并不是冲动 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您会觉得海蒙比您更勇敢吗 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知道 就是要看情形 勇敢是一个词 但是另外一个词叫激烈 也许我比夏海蒙的成长要 因为时代的关系 被世界教训的叫早 就是说 所以你可能 甚至羞辱世界 对对对 所以你的态度可能不会这么硬 如果有一些建言的话 我通常是尽量 稍稍把它往后扯一点 原来你看这个东西词是黑色 你慢慢从这个黑色里头 看到不同的城市 最早的法律 哈摩拉比法典 一眼还眼一样 很简单嘛 你杀了人就你死嘛 你挖了人家眼睛 你就被人家挖一只嘛 可是法律的进展是什么 法律进展是 你慢慢辨识 同一个杀人案 它有各种层次 有些人 他是错了 可是他只负担部分 但我基本上还是把这个看成是进步的 因为最有趣的部分 其实是在 冷水跟热水交错的地点 青潮跟黑潮 那个才是浮游生物最多 才是渔场 在年轻的时候 夏海蒙无语是 因为他独女校 他进一个厕所 都会感觉到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觉得世界跟你 是与我而相为 好像那个冲撞度很大 所以相对来讲 他同一个年龄 就会比我激烈跟暴烈 也是你说的可能比我勇敢 就在这里 但是相对来讲 你的代价就在于说 久而久之你会变得简单 变得粗暴 这不是好吃 或者您觉得 对一个写作者 书写者 勇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很重要 真正的书写的英勇的那些东西 那个 就是有时候你要把学识 写正确 不是一个道德而已 而是你的认知 你在复杂的历史里头 你怎么样抽出那条正确的线 通常他是没有明确答案 尤其在某些国度里头 我们可能会来自于政治的压力 来自于所谓的这些东西 但是即使这些都不在 你现在的网络 现在的语论 你事实上 书写是大量 铺现在现实的前沿跟强光之下 就是谁都可以好像都可以置于此 你不懂物理学 你要像一个批评伟大的物理学者 很多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一路上我看过的朋友 多少人能够的而不做的 那太多了 就是这样 您会觉得 好 这个中间走的前面 好 坐一下吧 我觉得勇气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 可以一直讨论下去 对 而且有时候光你要承认 认知而写出某种真相来讲 不会有人伤害你 本身都已经是一件够困难的事 那个需要的勇气是在你每一刻都发生的 一路上过来都是如此 会担心过分清晰的这种意识 对书写的意识 对自我的意识 反而会压迫书写的创造力吗 也会 考改也有这个问题 他用清澈的风格 表写污浊的梦境 如果这个清澈的风格 有些东西 他说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比方说 悬在文学或人类的意识 思维意识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死亡 这个是一个 再也没有人回还的一场里程 是一个绝对的疑问 可是我们忍不住 要去理解 要去猜测 因为只有这样才构成我们对时间 对生命 对整个东西的意识 可你能不问吗 可是如果是永远弄不懂 那那个东西 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我们不要写它 避开都很容易 可是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必须一再像攻打一个奸称里头去攻打 所以破识告诉我们说 不要梦想写完美的作品 因为它通常只是退却 说得真好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忍受失败 你觉得孔子的书写足够勇敢吗 是 尤其在那个年代 真的是 挑战了太多东西 要把果实拿来这样改 嗯 而且那个鲁国当时也跟宽容他做这个事 您觉得您的写作中最勇敢的部分是什么呢 你觉得 你自认为 我觉得这方面 财华 财华的部分有限 可是我觉得在 不闪躲跟说实话放头来讲的话 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OK的 嗯 好我们再走走 这离西门厅是不是很近啊 有一段距离 台北当时交通黑暗期蛮麻烦的就是 永远车道一边是塞到底一边是空的 它最后就是城市必须分离 大家不会同时间都向同一个地方去 那你觉得现在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的语言呢 现在这个社会 稍稍监客一国 我会说是货币 离开你的国度 在别国家的对外城当地 人家会接待你 到处当黑暗 你说明的人气 这个是新的过程 人类最狂野和大量的想象力雄心 都在蕴含在这个货币里面 是是是 因为那个业务率也太大 就是如果巴尔扎克生活在这个年代 他应该是个banker 是一个银行家 你说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机器是不是一个巨大的ghost 当然是 看不见的隐形的追着你 当然是 追着每一个人 对 追人消失了嘛 嗯 在这么一个人消失的时刻 怎么样 按照我们的人物主义方向来反抗的一个东西呢 好难哦 您不就爱问回答不了的问题吗 对 就是说 具体的人不断的消失 所以只有文学保留了这个东西 只有文学是 一个体以每个人具体的存在 这是人类世界 人类构处了自己的世界才有的 嗯 但你说 文学在衰落中怎么办 是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在 拉一个不断失去的东西 嗯 那这里头没有承诺 嗯 要有承诺的话 嗯 那就容易了 那我们就 还要犹豫什么呢 对 你就是因为没有承诺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不要工作 这也是你才讲的 嗯 你不知道上帝死掉了之后 整个世界瓦解成什么样子 你所有 依赖这些而存在的 所有的伦理 所有的论述最终的保证都消失了 嗯 他认为我们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情况之下 工作 嗯 对 没办法 对着后面这群亡灵 抽象的名字一个 嗯 多年来唐诺一直坚持手写 每日在稿纸上他会写6000到1万字 而为了保证准确的表达他只保留500字 2013年唐诺出版的散文集《尽头》 共45万字 在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趋势的下面 嗯 你有时候会不会突然觉得我们这么信任的 坚信的 人文主义理想可能也是一场梦 嗯 会 嗯 因为当想听这个话的人不够多的时候 嗯 他就失去力量了 嗯 他只能靠一些接近仪式的巡视 嗯 希望能够保留在某些地方 而且会越变成智慧 越来僵化 米娅顿讲的说 把真理跟谎言都放出来吧 让他们对决 我就不相信真理不会 不会贏 嗯 小米娅不是 小米娅不是这样看法 没有这么豪壮 没有这么厉害的 她说真理是会被击败的 嗯 甚至会被消灭 嗯 我们看到历史事实都是如此 嗯 但是小米娅讲了一段话 嗯 对我来讲是一个英勇的话 她说 但是真理唯有一个优势 是她会一再被说出来 嗯 直到她找到适合她生长的地点 嗯 我希望她说后面这段话是真的 嗯 比如做一个有历史自觉性的人 一个人文主义者 或者说 对 跟随一个衰落的历史 是 共存 和跟随一个上升的历史共存 对 对你来说意味着 你会渴望更更更上升期的历史共存吗 还是说 我不知道 我大概到这个年纪了很少能 很少会假设一个目标跟期望 像李维斯托说的 嗯 我们终究都会一死 嗯 太阳会烧完自己 这世界末日会真的存在 嗯 一切都会不会留下来 从长远来看就是如此 所以 李维斯托说这话并不是接探 而是说 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意识里头继续工作 嗯 或是是 晚年瞎眼的时候 在沙当上抓起一把沙子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把沙放下来 他说我正在改变沙哈拉沙漠 嗯 他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是我集一生的经验 才能说得出来的东西 嗯 这个在卡拉维诺的话里头就叫 我加进了世界 嗯 世界加上我再减去我 嗯 我们来过这一趟 我觉得这样并不敢上 这很确实 嗯 有没有因为你的曾经的存在过 产生一点点变化 嗯 波尔赫斯改变了沙哈拉沙漠 你改变了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能 你只能够期待 不是你期待呢 曾经一个朋友 曾经某些人 嗯 听到过你一句话 做了做过一些小小的决定 但是这个东西 终会一切都会 就会消失掉 可是你明明知道 你还要不要去做 嗯 我记得我在镜头里头谈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 专业的不断消失 所有的专业 都变成相对化 都变成 台湾最爱讲的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嗯 你硬要说周杰伦的歌 跟巴哈的 因为是同样 当然可以说 我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可是你要认为 它是一个同一个城市的东西来讲 最好不要这样想事情 它毕竟是真的 嗯 在所谓的专业记忆 在这当中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说的是 我只能够从这个地方 各个地方去谈专业 专业也许会拓张我们的 我们的视野 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嗯 这种雨天很多吗 很多 啊 台北的冬天的盛长天气 嗯 下的令人沮丧跟愁苦 就这样 找鸡架子是吗 没有 还先买一些菇 嗯 金针菇 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啊 今天 今天要炖一个鸡汤 有乐趣吗 那偶尔能感到乐趣吗 嗯 很少 基本上还是一个工作 这个鸡汤 22块钱 很便宜 以前 有一天跟主任心讲说 今天的鸡汤比较贵 是两倍 他说哈什么 我说因为买了 两盒这个 多了22块 被主任心骂 嗯 翻这个菜市场还挺有意思的 过度的渊博的时候 会不会丧失我 嗯 会不会使得我的这个主体性 嗯 消失掉 我们是谁 嗯 我们难道不是由我们读过的书 我们经历的事 嗯 我们对世界的印象 我们对这些所构成 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个 书写或 一个思维 进入到一只鸟 嗯 一个异国人 用它的眼光看世界 使得你的世界 被扩展开来 这才能够让你 湖泊 有限的我们的 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 你成为这个实现 就不能够成为另外实现的 那种生命的 局限性跟单调性 可是代价就是 你所怀疑的那个 那个自我会不会 嗯 我觉得不会消失 因为 而是说 你的书写跟思维 可能变得困难而复杂 而且它复杂到 难以简单的说明 嗯 就是很多人认为 我很啰嗦 东西 我大概是比较想精确的 描述 整个思维的 重点不是那个点 而是那个思索的陷入 嗯 但这样的麻烦 你在这里头就是说 你再也没有办法 说出 巨大简单 的话 甚至是人家期待的话 嗯 嗯 对 所以 不适合革命 不适合 召唤群众 嗯 不适合那个 当明星偶像 嗯 不适合写诗 嗯 那最适合什么呢 不知道 就说 最适合当老人吧 因为 老人有一种自由 有一种晚年的自由 这世界会觉得 你不要多嘴就好 甚至 恋爱跟性爱的功能离去 都带给你某种自由 对 新的解放 对 世界会完整起来 嗯 会回到它真实的样貌 它的自由度可能更高 它发生面最大 也许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可能 那我们这个年纪呢 时间是扑面而来 嗯 你还有多少时间 嗯 嗯 你还能够读多久的书 你还能够走多远 你还有多少体力 像我的老师 最后留下一个 只完成可能 三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的 长篇叫《华太平家传》 甚至像卡维诺 他 连第六个演讲 都来不及写出来 嗯 就说 你就工作到 工作到最后一刻 没有额外的目标了 这个年纪 连谈恋爱都没有能力 就是某种程度上这样 你是不会 你还年轻 我说的是我们 对 那 你就工作到最后一刻吧 你就说 所以 某种程度来讲 晚年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对我来讲 我是兴高采略的 在过这个晚年 虽然 不断有各种折磨 就是你身体的啦 或各方面 就是 而且 我们这个年纪的 死亡变得非常真实 嗯 今年度 初音心的母亲走 我母亲去年 然后 两边的父亲都 走得较早 所以我就跟亲亲讲说 我们 当然不会立刻来临 也可 希望啦 但是 我们已经到前排了 我们已经被推到前排了 我们 在上头 没有人挡着了 就是那样 就是 就是 好像是年轻时候 你会去设定计较的东西 现在来讲 它变得不真实 嗯 你一路走到这里 这就是你 生命中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一路做到底吧 那你希望 你一路走到这里 就会让他到这里 就不想去 你那些人 我一路走到这里 他走到那里 我一路走到那里 去听说 我一路走到那里 我一路走到这里 那里 那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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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买卖都是耍流氓 就说我很喜欢许之眼 然后许之眼出了本书呢 老子就不买 那他们就在耍流氓 就他必须要买你的东西 才表示喜欢 你在商业上是这个逻辑吗 我觉得会员之现在是 单向街最好的一个 消费者关系 就是首先是建立买卖关系 就你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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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实在我没有买卖关系 然后让他其实造成了什么情况 然后让他其实造成了什么情况呢 就造成中国的一批文青 他认为最好的思想是可以免费的 嗯 那你说你觉得这件事对谁是好事呢 可能我心里也有这个账 我也觉得 知识应该是更 应该怎么样 更open的 更open的 苏难道不要钱吗 你的时间不要钱吗 对商业机构来讲 它本身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件事情 暂且逃离书桌 前往看访那些真实的细节 请保持左侧行事 徐老师经常容易把这个看成断片 可以理解 那不是断片吗 偏单女装 断片就是男装 这个好 这个好 你们俩夫妻是吧 不是 一个不会说话 情商第一 这是我们一些 就是我们衣服的材质 是基础的用料 好多就没见过这些东西了 小时候学农建画面画 小时候学过这个 真是 我们现在说了多抽象的事件 这来小时候都不知道这东西存在了 是 城里人是 我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 上海的同学 从来没看到过真的猪 农村看到猪啊 高兴死了 原来真的有猪啊 这是我们的生意总监 小魏 你在选这些面料是吗 对 你怎么判断你喜欢哪个呀 那自己的喜好肯定是很明确的 这是做什么 比较合适 这个徐老师 马上给你定做一个 你喜欢的衬衫 又比较胖是吗 你比较胖 比较胖 然后上面再标一个 断片 这个断片 这个满天都喝酒 断片的片段 对 你看小包老师 徐老师我这里呢 正对钉钉 我当时选这个位置 我就是说我们是做传统行业的 我希望能够借力科技 那边就阿里 阿里 我这能看到马云的百分之 就橘色的那个 这腾讯是他们会剪的 你说的就 对啊 给我们讲讲一切怎么开始了 创业这二十多年了 对 我大学毕业没工作 95年毕业 毕业以后正好那年不包分配的 那时候我去到一个银 银行的三产公司 就跟他们去了一趟南方 第一站是去的深圳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嘛 我整个从山东飞 我上飞机呢 我印象特别深 这飞机上女生小女孩就我一个 从山东出发了 一个山东人相对于保守 那时候广州的批发市场 刚刚兴起全国最火爆的批发市场 我在那里看到白马市场那些衣服 批发八十块九十块啊 不到一百块左右价格 但是在我们老家那个精品店 又卖到上千块 我觉得这个空间好大呀 我觉得我很兴奋 就觉得这个服装的空间是很大 觉得好暴力 自己就开始坐柜台了 坐柜台 我想着为这个事情 我爸爸得有半年不和我讲话 因为他是军人嘛 家里还是很传统的 觉得你怎么能不务正业呢 投机刀把呢 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背个小包 输钱回家 把那个小包 腿一排在那小床上 一堵了钱 然后开始输钱 我印象中那些是 哎呀 不是老爸 我今天挣了八百块钱 我印象中我爸 那时候月工资只有五百六百 他是一个老工程师呀 是吧 他说你还挣八千呢 他是压根不相信的 嗯 你爸什么时候觉得 你这是个可以是个长久的事情了 他接受这个现实了 接受这个现实 应该说是从我父母呢用我的钱 给我哥买了一套婚房 这就真实了 七万块钱 这是真实的 特别的气氛 因为我要扩店 开始扩店的时候 没钱了 当时我小叔和我小姑 给了我就是那个开店的一个创业的基金 我经营一年之后 在一个我们每年家庭都会有个大聚会 一个大家族嘛 借我五万的还了十万 借我一万的还了两万 哇 所以从那以后 所有的我回家经常的创业的纪念 家里人都问缺钱包 缺钱包 缺钱包 一年百分之一百的回报率 太高了 那时候就是你看这一条街吧 基本上这一条街我从头到尾 十家有八家是我们代理的品牌 那不是我们很自豪吗 应该说是 也因为这个事情培养了一批的合作伙伴 他这个过程中间有一点我觉得 特别特别好的 他的当时给加盟客户的所有的奖励 别人都是返钱 他是第一个返学习的 他说我也不会教你们一起学习 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学习 然后就练习 就是在一个 我这么早就就罗振宇的思维了 是吧 得到 如何培养店员 是吧 如何做大单 维护VIP 如何开店 渠道为王 这顶峰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008年 但是05 06的时候 我就有强烈的危机 08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 08 09是所有服装行业的店 10年就开始大彩店 等于是10年呢 代理的板块的生意 也是一个拐点 那我说自己做一些吧 自己做品牌是什么感觉 自己弄出来 真的一针一线 一个扣子 你都得参与 刚开始是很痛苦的 特别是一件衣服 出了质量问题 客户产能退货 退货了以后 我就做不了判断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技术部说采购部的问题 面料采购的不对 那他说 我就 我想到他们在吵架 我那头就听听这个 听那个 不知道该该如何如何是好 我们的很多系统都是我们自己数据中心 然后做一些开发 我们会有计时通讯的 像钉钉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钉钉的技术上 又做了很多OA的工作 OA的又会和我们的零售系统 和我们的那一些供应链系统 全部打通来 那这样就让我们的所有的工作 都可以比较顺畅的来执行 是 所以现在真的需要很大的这种处理能力 因为数据量越来越大 你现在最想问小波什么呢 你像我现在的困惑和这个 是一个难点 现在因为衣服呢 人们穿衣越个性化了 但是在这些互联网 大数据什么的 又要求标准化 就是个性化和标准化 就是要做到多大才就好呢 这些都是商品人员 这个对信息化系统要求很高 要求很高 要求很高 所以全国的商品调度 这里是中心智能 然后全国的商品这样的 其他的我们外 这等于是玩高度电脑控制的世界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一边就完全数据 那十几年前怎么办呢 十几年前那时候还不再 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好好受苦 拿电话 电话 问店长卖了什么货 我是派人驻扎在杭州公司里 杭州公司里干什么 就为了抢货 换货 好卖的货就得抢 那什么时候开始高度数据化了呢 就是在这就可以解决了 对于我们来说是2010年之后 对啊 2010年 其实给我带来印象特深的 是鸟乌书的商业公司 就是CCC 这一家公司我感觉它是真的是把对人的那种场景跟这种这种文化的这种引领场景的这种带路跟科技的东西结合的很好 就它大数据在背后的驱动 但是它又在整个的线下的这个液态里面又做的非常的精准 我觉得未来我们的lifestyle其实是往这个方向 嗯 如果它是一个必然的话 那这些传统品牌要做哪些去去应对或者说怎么能够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现在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产业的它的整个产业链被打散了 嗯 它被垂直化掉 嗯 被垂直化掉 那么其实最难的现在是一个创业者能够找到消费者嘛 嗯 所以不存在大众的问题的 嗯 你刚才讲一下咱们片段也能够做一件服装 供应链已经能够做到十几二十点了 嗯嗯 对吧 小单的 小单的 那你这样就很简单了 我是一个网红 嗯 可能我通过辅料圈我就一年能够做几万件服装 就面对自己的粉丝也可以 那这样的它就造成实际上造成原来意义上的品牌价值被解构掉 嗯 有可能出现就是大型品牌以外小型小型品牌是没有意义的 那未来的品牌应该怎么发展呢 我们这个 就能力可能会回到中间间 可能还是回到蒋总二多年前干的那个事情 回到线下开个店 就通过最古老的方式找到这些人 就这关系更真实嘛 这些人的找到了以后 他跟我们的生产性柔性化的关系在哪里 嗯 那有可能是能解决问题 嗯 嗯 嗯 在这吗 应该是吧 哇 这世界很生动啊 就这样的 你没来过吗 没有 啊 很生动 就你再机器人 嗯 纵活现在至少在五年之内吧 嗯 期待不了 这一边是一套相对在这一带 服装在整个生产加工里面 比较先进的一套吊瓜系统 这一套吊瓜系统呢 它每一个工序里面 它全部是可视化的 嗯 它后面有一套 呃很强大的这个电脑系统在背后 嗯 那他们现在在操作 对 哦这样子啊 对 在这一套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清晰的可以看得到每一个订单 然后这个订单它分成若干个 工序 嗯 每个工序是哪个工人 然后它大概会用多少的时间 嗯 标准工时是多少 嗯 什么时间完成 那这样的话 它对接下来的订单 合理的排单 嗯 它的快速反应 它完全产能是可预估的 嗯 所以像这种 这种体系 完全是基于 真的是需要有很高的这种处理能力的 电脑终端 它才有可能把整个生产效能 能够提升起来 你觉得有一天可以代替人工吗 就机器人会代替人工吗 一定可以 你什么时候最有成就感 最有成就感 是我在工厂里感觉不是很明显 嗯 我这个店铺里 你一块营业额付的多少钱 还是属于那个世界 什么叫七银 这就是七银 永远改不了 第一天到他做生意 嗯 就在那个1米5的柜台 嗯 这个柜台更了他一辈子了 对 他在潜意识中 对 心里一直有这个柜台 对 他永远是那个柜台小姐 大数据时代的柜台小姐 是吧 看这个最开心 这节目一年占你多少时间 一个月要不要 不止 不止 现在开始多了 因为越拍越复杂 还行 他也是满足我好奇心的 嗯 对 要光写东西多烦呢 是是是 我去看企业也是 有的时候也是个想法 哎呀你今天关在门里 其实也不了解 嗯 商业特别容易脱节 对很容易脱节嘛 哎你说为什么我们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经济转变的故事 一个商业成长的故事 我们 产生不了对应的那种商业的思想家 对的 我也就很觉得很好奇 嗯 就大家都太忙 包括我在那 嗯 就可能大家都太忙 什么东西阻碍你回去呢 退回到一个更 更安静的 或者说更 酝酿的一些想法 哈哈哈哈 只能听门了那么多年 哈哈哈 嗯 嗯 哎呀 你吃了个什么平时啊 我吃啊 你们当年最早起来的时候 是哪个平面 其实最早我们是果肉 但我们在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切了坚果 当时我们其实是坚果第一 后来 竞品做了之后 我们就已经成第二了 然后一几周是第二 哈哈哈 就三个松锁 对对对对对 没错 他们为什么比你们厉害呢 哎呀就是我们没有经验 他们前期构思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发展历程 我们做的都特别简单 嗯 嗯 其实白草味是03年就有了一家公司 03年就有 实体店开始议店的 12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有用不育营的概念了 三十一 对 13年的时候参加双十一 业绩特别猛进 你这个职务就是说 它就会端着这个白草味的过扒 对这个是专门设计的一个情节 然后在三成三是里面设计了一个格子 好聪明啊 这是谁你想的是吗 嗯对 基本上主导的比较多一点 嗯对 去年多少多少 四十一 那我们今天继续就百味千寻的整项呢 大家做一个成绩比较高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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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的小伙伴 嗯 你们今天是在开百味千寻的会 对 那那来来请客去客 对 我们这个百味千寻 它其实是一个跨品类的一个系列产品 2019年是第一年做 想要定的是时令 就是推春夏秋冬四季产品 四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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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春季推的是这些鲜蛙饼青团龙井茶酥 油焖春笋 绿豆糕 嗯 这里面我最喜欢吃那个油焖脆笋 真的啊这有 有吗 在这儿这个是夏季产品 藕和糖的藕 藕 藕 对 这是辣的 嗯 嗯 最好吃啊 最好吃 最好吃 很脆 嗯 缓解创业焦虑 现在说是要整个方便食品的领域都在做升级 是吧 而且过去是有小店 所以在楼下就可以买 对 花两个就完 现在没有嘛 都得快递买一堆放在家里是吗 觉得方便 像这个夏季的产品 跟春季的产品 你们觉得整个 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 感受上来说 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这是春季这是夏季 你看我们平时来采访都有提纲 他们说徐老师没有提纲 吴老师没有提纲 我说好就没有提纲 所以我今天很忽视这个 哈哈哈 其实不是现在好多你近年轻一代 都是靠吃零食度过自己内心的不爽的时期 那我们小时候没东西什么吃手指头呀 不是一样 比如现在这个速度越来快 我也好这种人的状态 社会状态下 跟零食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零食的这个过程 其实你会发现 以前讲安全 后来讲相对比较健康 到现在其实更多我觉得是精神的一种安慰 因为我自己觉得它就是一种 我就觉得不能闲着 然后你总是时时刻刻无法自处 我觉得还是互联网造就了大批量的休闲食品 就反正碎片化的生活就需要碎片化的食品 这样临时 会有吧 变成了你生活的一个陪伴 很多电商其实大家都是最核心运营中心嘛 对这是我们的运营一部 就是然后运营二部 一部就是我们的天猫旗舰店 这家店铺的话 今年的销售月期可以过27个亿 就这些小朋友们 对就十个人 所以我们前端的团队 它其实都是小型部队作战 然后中后大台的话是有很多人支撑的 所以我们新成立了一个社交部 因为整一个流量 它开始从电商部门转向社交电商的部分 对所以我们也顺势而为就成立了一个团队 大概现在二十多个人吧 你睡觉不是做抖音啊 自己做PP 自己导流量 抖音也有啊 都同时做啊 同时做 就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渠道 四十一是这么来的 比如618什么这些 包括这种节啊 这种购物狂欢 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 比如一开始是没这么大流量 然后突然很大的流量 然后对你来说是个难的事情吗 会有 因为其实我们因为电商的兴趣嘛 所以其实前几年我们 在618双十一大促的时候 因为订单量都是平时的几十倍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整个的信息的 就是计算的整个的承受能力 它是达到空前的一种状态 我们这几年其实做了一些关于计算能力的一些提升 CPU的提升 那订单接入进来 就比如说今年我们双十一的目标 有可能它有六七千万的浏览人次 五百万的订单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接到它的订单之后 整个的这个订单处理中心 它就会快速的把这些订单分配给我们全国有16个层 那你可能下单之后搞不好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收到 嗯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 你拍一些实物照片的是吧 对对对 制造幻觉的地方是吧 请问你们在制造什么幻觉 哪款产品 像拍坚果 跟电影导演一样是吧 营造一个气氛 像这个每日坚果是我们的新包装 我们改了 然后把那个日历打出来 希望它能够包括关怀自己和他人的时候 都可以在日历上写点小的祝福于什么 我觉得应该跟我们那个单向力做个合作 是厉害 哎 你商业头脑不错 你再多看两家企业 你就去吧 就成功的杀人 是吧 你看 你能够把每日坚果和单向力结合起来 我觉得你很天才 这营销 营销 对啊 你脑子里就是个场景的嘛 文化需求什么时候在零食里变得开始明显重要起来了 你说精神的慰藉也好 那文化的附加也好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两三年吧 但是所有的人群都在细分 你看我去单向的 可能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不去单向的 啊 这样的 你不要跟他们断交吧 我只能跟徐老师混了 对 开个玩笑 就是说大家在选择上面 他可能会趋向于一些不同的 你从生活包括可能价值选择上面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能要去寻找的是 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我的价值选择 那个时候文化的引导就变得很重要 同样买一本日历 白草也做日历 那没有办法卖出单向的这个价值 你也买不住 今天我们帮你做吧 谈成个事 怎么样 我现在企业家精神明显增长吧 绝对有增长 来都来了 我觉得就一定要把单向力和每日都签过 签过 read and eat ok 多好 你当企业家可以 你就被耽误了 对 今天怎么找到人生路了 对啊 一直是歪路 这商业它有一种普世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 就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理解 我也是其实是杠着的 所以我是很消耗和纠结的 做百味精神就是我的一个叛逆 这种叛逆在的整个公司大的运行极致当中 其实不容易 但就重要吗 就对你这个人当然很重要 对公司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重要啊 因为我不见得说一个就会成功 但公司做大了之后 有一点最大的障碍 就是你开始认说只有这样才会成功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很危险的 那你规模对你影响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亿了 十个亿了 二十个亿了 调整会很大吗 我们的整个体量 应该算是已经在中国临时当中 肯定有前三的位置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模糊 我们到底要往哪条路上走 因为我觉得临时这个品类 它更多的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有可能它不是必须的 对咱们来讲就是大的三四十亿公司就挑战 没错 就是挑战 就是你慢慢慢慢你变成大众品牌了 是 你滑亮起来很快 依靠大平台 但你大了以后你会发现我变成没个性了 是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越大众的品牌现在面临的 越大众的品牌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营销也不精准 对你无法精准 对 我觉得16年所谓的新年收 应该就是线上线下融通的一个过程 但问题是 你最重要提高效率 第一提高运营的效率 第二提高营收的效率 但运营效率实际上是 我认为是容易被提高的 你代表人脸识别也好 什么数据 但是运营效率能不能直接 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消费者关系的营收效率提高 只是 大家试了很多 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你最后心的问题是卡在哪里 我认为很多可能是人性的问题 人跟商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有些东西可能是没办法通过数据和技术来完成的 其实 这些年我做企业 我并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你永远面对不确定性 对 然后去做探索 保持敏感 保持敏感 对 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 没有勇气去碰一些很重的这些课题 比如你现在给你选一个两三个特别重的课题 你想碰什么呢 我特别想碰的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 因为我是觉得几十年来 其实整个企业家阶层实际上崛起的 但第一它整个身份是非常模糊 自我认知社会认知 而且第二你看我们观察三四十年企业 就有些企业家的公共属性的部分 其实今天是前所未见的 我最早想这个东西是08年汶川地震 王石那时候不是捐款被骂死了 被骂死了 那个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突兀 我觉得 很理性的一件事正常的表达 对啊那件事情我挺吃惊的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这拨人的理解 其实王石是很好的标本 那件事对王石伤害挺大的 对企业家整个阶层其实挺苦闷的 挺苦闷的 它一个巨大的失衡 财富的和其他力量的失衡 很胶着的 但他们又不知道怎么表述这一切 他不仅仅是个赚钱的人 他要他自己的社会抱负 他要对自己社会的理解 而且他钱本身 他可以变成一个工具和武器 他可能捍卫一些东西 写这个吧 这个牛逼啊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二位聊天 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不太可能吧 想多了啊 这个企业家这个身份对你们来说 意味就是你们这种自觉性很强吗 你讲的自觉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你问吧 就咱们下车上聊那些问题 我挺好奇他们现在怎么看这个 他们和社会的关系 问题很大嘛 就是 对 就你作为一个从商的人 你对自我的认知部分 自我价值认知部分 我三十出头嘛 但我觉得我经历的事挺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 基本上出去都在讲 你做的多大啦 投了几轮啦 谁容你呀 然后大家是为了融资去做大的 嗯 然后没有去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创业者 其实挺迷失的 我觉得我此生很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可以真正探索我自己内心的世界 包括经历更多 那你觉得通过商业能探索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商业的部分 它有很多现实的部分 对 现实是干扰到你的对内心的探索 还是能够促进你对内心的探索呢 我觉得这一切是一个素材 就是对 你应该把它当做 你能理解我了吧 嗯 那如果说你被它支着走的话 我觉得你的历练就基本上到此为止了 对 但它会穷尽吗 就商业本身其实是挺浅薄的一件事情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那么难啊 难和浅薄是两回事 浅薄是什么意思呢 吴老师 浅薄就是我说 它跟你带来的快乐 就在一个思想性的快乐很低的 是吗 实践性快乐很多 它会让你很焦虑 会你觉得很难是有 对 那我可能对商业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是属于把人生刻画放进商业 人生刻画 其实我特别喜欢《鸟书店》嘛 因为我曾天宗道的书也看了很多 对 我觉得它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 它说我在做的是让我愉悦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商业跟生活不要太对立 当你太对立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会很割裂 我觉得我08、09年还不理解 我多年十来年天天说我不要做商业 天天批心的 好好回书房去写书 对 现在比如我穿 这四五年嘛 就是我会更理解这种感觉 我准备来杭州练练我的能力 哎呀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就是真的有钱进来 然后你要为很多人负责任 然后你真的要卷转到具体的事情之中 然后你就发现一个纯粹的之前的知识生活 当然也很迷人 你觉得它的某种单薄性 很单薄其实 嗯 我是现在针对实践知识 我觉得非常有乐趣 一些实践知识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啊 太年轻就进入到一个疏灾 对有问题 其实有些是被动的 比如说二战 你碰到战争 你没办法 那这个时候 他所获得的文学或者哲学的音乐的 他的这种历练是被动性历练 那我没有这种被动性 我们怎么办 到叙利亚去一趟也不行 是吧 就在这种特别平庸的环境下 你说还能什么东西 稍微 思想立体起来 立体一点 我觉得商业应该是能让人立体起来的 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是这么在想啊 要赶任每一个到单线街的人 因为他有很多事可以干 他去到单线街找了一堆看不懂的书 对吧 但是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消费的欲望 但是其实我们完美的遏制他们消费的欲望 这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 我有观察 你有人有没有转化 就转化率太低 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要请他当顾问 好好帮你考虑 但是给我们去点书点 明天啊 给我们指导一下 你说一个人到单线街去 其实他已经下花钱了 你搞了个非常高当的演讲 你还免费 我老实说他自己对自己很不尊重 就这个道理 人家是志愤 怎么好意思收钱 我让他发展会员 你说对不对 我让他发展会员 他有充值卡 现在太太便宜了 你要发展贵一点的会员 像他卖给他这样的 对啊 你够的呀 你好像都是找到几百个也够一样 我给你做顾问 专门帮你做会员体系 对啊 你看我今天这个产生了新的感受 我被激活了 哈哈哈 我就再喝一杯 就觉得自己马上要成为商业巨子了 哈哈哈 你们对面据说有一群网红都在等你们 是吗 你可兴奋了你 晚餐吗 你客这边 本来七点开播他们 开播啊 对啊 现在几点啊 就八点了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先先不要走 然后今天我是受邀请 对对 刻意邀请 我来到我们家 我是碰的 哈哈哈 哎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我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在做直播 但我不知道你 你认识 他跟我讲课 对啊 没来得及跟你汇报 我想做出点成绩再跟你讲 那现在稍微有点样子呢 谁跟你讲一讲 这直播很火 你看这618 唯一的亮点就是淘宝直播 你看别的没有了 130个亿 这样子 我们这边请 130个亿 刚直播 就你们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整个淘宝 这有点像原来台湾的那个电视直销 电视有点像 从形式上表现出来很像 但实际上 大概6小时脚本子也帮他们做呢 那我们一般会提前沟通好 然后在直播的 对 这些它属于你们员工还是属于他们 我们合作的主播 每天都是这样的主播合作 1500万你做了多少时间呢 一个月1500万 一个月做1500万 对 那一定要加了 哈哈哈 那你是卖什么呢 卖书吗 他说可能 卖到50万了 我们要卖书 好 对 我都是应该卖得掉 他的书 搭送 我觉得我可以卖一本鸡蛋30年 送一本 梁起砖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我忍了 只要能够出去对吧 我对未来有两个大的判断啊 就是很多人都说啊 你们现在做淘宝直播封口来了 是吧 做电商直播封口来 没有 现在对我们来说 充其量是电风扇 真正的 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其实那个电脑的这个配置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的电脑配置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那个至少I7以上 至少要达到那个就是 可以吃鸡 可以玩那个高档游戏的这个那个电脑 为什么它得承载档机是吧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基本上的后台的操作 如果你电脑越好我们这个操作会越便利 如果你电脑一般的话 我们其实用起来特别痛苦 所以我们这里的电脑基本上都高配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来说啊 现在我们都说4G嘛 就是现在已经做到一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机器拍出来的摄像 已经非常清晰了 但是我们的带宽跟不上 所以对着5G的时代 我们对电脑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们希望电脑的这个速率会越来越快 我们的高清直播间将会变成随处可见 而且在直播间里面 我们现在就会觉得是整个营销的最短裂 品销销合一的最短裂 5G来了以后距离会越来越短 这种呢是在我们这里合作的主播 这个叫可乐是我们自己的主播 主播会很有自己的特色 很有自己的人格魅力 他甚至为了这些粉丝跟商家去吵架 都会有 你们俩各自做了几年呢 我差不多一年左右 去年4月份 你才做了一年 你以前干嘛的 以前做广告 飞为公司 飞为公司干嘛的 美苏总监 美苏总监 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我老公的一个好哥们 然后呢他是想要开一个淘宝店 但是他找错了工作 找到了一个淘宝的运营机构里面 去当了一个运营 结果他觉得好像蛮赚钱的 然后就拉着他的一个姐姐 跟他女朋友进去 然后我们秀到了商机 然后就进来了 是比福威公司强多了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我当了淘宝主播之后 我的一个工资翻了差不多有70多倍 这还来得及不住 你问你们三个就成为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主播 到底核心的能力是什么 最核心的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有很强大的人格魅力 我们现在很多的优秀主播 就个人魅力非常强 有些讲段子的 或者是能吵架的 有各种才艺 才艺好像不是特别重要 性格更重要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强大的货品支持能力 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进到你的直播间里面 宝宝们关注点起来点点点 其实并没有用的 真正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粉丝呢 就是在我点了你的关注 看了你的产品 你说的很不错 那我试一试吧 试的很重要 购买了以后拿到手里一穿起来 比你说的还好 这时候他就会相信你了 你就会信任 然后这时候就会成为你的粉丝 所以这我问你 就整个里面 比如你的一年的销售里面 付购部分 占多少比例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机制去 我们现在没有衡量过 但是淘宝里面有很多的 但是我们自己主播知道 自己感觉到 我觉得我这近半年 好像几乎都是我的粉丝的付购吧 而且粉丝上面 就是直播间上面 它会显示说我这个粉丝是我的 钻粉 铁粉 至爱粉 那如果说上升到至爱粉 这个级别已经是 可能在我的直播间买过上万 十几万 上万十几万 可能十几万没有 可能就上万的一个这种货品的 那比如做了一年 你觉得对你们各自的性格 对感受有什么改变吗 以前我可能当美术总监的时候 可能做到你们两位文豪面前 我可能会很紧张 但现在我发现说我还 不会那么紧张了 破完破摔了 就这样了 不是 可能就是说我自己有面对我的 他送路打七十倍 见谁都不紧张 只要就不紧张 才有机会吗 见谁都不紧张 来现在欢迎我们吴晓波老师 欢迎吴晓波老师 来 大家很想要见到你本人 跟我们家的一个宝贝 就是比较的这个偏向于知识型的一个 那个白女性 然后呢他们很 笑许志愿 真的他们很多都很喜欢你 都很喜欢你 然后呢我今天发展 他们知道许志愿吗 肯定不知道 你知道 确定知道吗 知道 分润模式是什么 对我们分润 他们在我们这里 比如说能够本身就有20%左右的利润 营业收入到20% 对 那很高了 不20%不是贵你的吗 没有 中间还有淘宝网和机构 Amazon机构也要分用 大伙我们的那个许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牛奶 然后还有许志愿老师的拖鞋 对啊 对看看拖鞋就在脚上 来看一下这个拖鞋 然后呢这款呢 你了解产品吗 我不知道 对对挺好的对 15元优惠券 到手84块钱两项 折合人民币一盒三块多 来现在给我们发一下优惠券 来倒计十 抬一下优惠券 抬一下优惠券 倒计十 五四三二一 我会更加自信一点点 然后我更加的就是说 懂得跟别人间交流了 懂得跟别人去谈话 那失去的是什么呢 失去的是个人的时间 是 马云也有在喝 然后就是那些名人啊 包括明星什么的 都有在喝这个牛奶的这个 今天不需要超过一千块钱 今天只要多少 点进去看 今天只要899块钱啊 接下来是干什么的 来 接下来要我们的徐老师来卖东西了 感受一下徐老师 徐主播 我一下我突然就很疲倦 甚至一下就什么原因呢 突然间我就很疲倦 我本来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一下就很厌倦 格格不顾 不太适合干这个事 但是现在就真的是主流吗 要成为 他那牛奶卖了五百期来 就这么一会儿 一共一千个人卖了五百期 中国是有一些一种隐秘市场 完全不了解 比如说你毕业之后 开始做一个经济记者 你这种调研的方式 你为什么那么想一直持续下去 对很巧从来没变过 什么感觉 你从来也不觉得想放弃 觉得疲倦 因为你从写作角度来讲 实际上就是缺细节 那细节里面其实 你商业本身就是细节构成的 那我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科出来的 包括今天咱们见了几家 对你有新的感受吗 新的体验吗 我觉得第三家我是没有参加过 你也没见过这场面 我没见过 什么感觉当时 就快 你明显感觉到这三家 速度是不断在加速 对 然后第一家是最结构性的 其实今天也是很偶然的 可能这样的安排 第一家很结构性 创业这二十多年 它就一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就你看看得到那个台阶感 然后它也很享受这个台阶 给它带来的突破和困扰 对 那么到第二家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风口企业 它这个就14年开始 就6年就挤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看到第三波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是这样的 因为那家公司才不到一年 去年9月份才有的 就它这个脉冲 而且其实挺好玩的 可能是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去看任何公司 都在全球可以找对标公司 在今天从到百草原到七上 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已经 确实找不到了 可能在欧美也没有一家公司 六七年时间里面 能够做到几亿美金的生意 在做我们一个休闲视频也没有 他们得自己去想 而且中国的环境跟也不太一样 其实你比如今天我们见到第一个 蒋小姐我就挺感动的 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寻找自尊 自由那种一个过程 蛮感动的 中国这一批人70后甚至60后 他们在经商之前 没有任何的原始积累和知识训练 他们基本上的故事是可以重复的 可以被重复的 我认为今天我们见到第二波的人 包括未来第三波这波的人 都是非常偶然被我们发现 成为了一个典型 其实你从40年的角度来看 其实所有的变化都是两部分带来的 第一则是消费者 就是比如一个书店 大家对书的认知本身 学习认知本身会改变书的很多业态 我们这里要把它变成一个轻子空间 我觉得它可以跟教育相关 这个事情其实在20年前不成立的 第二是被技术 我们去看服装生产线 它因为有了电脑以后 它可以让整个劳动效率提高30% 就是它基本上消费者 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迭代 过去到今天是这样 那么今天到明天还是这样 你看今天我们去看这家企业 有两家谈到5G 它会对我们行业带来什么 那就说明技术的变革还在发生 就还没有结束 第二个就还是消费者 哪怕是一个卖片 业卖片 它会做一个不同的业卖片 从商业角度来讲 整个进步其实并没有结束 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它更快 很难想象一个人 一个90后的姑娘 在网上一年可以卖27个亿的服装 那它还在变 它们还在变 这个是中国 我觉得商业挺有意思的 最有魅力的部分 我们在车上说你要写那个 企业家和中国社会的关系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 下定决心来真的做这件事情 起码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那这个东西它们中间 对你来说最不好解释 或者说最让你着迷的部分 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这一批商人阶层 在现代社会构成中 它们所起的作用 本身是并没有被定义清楚的 像你看那个德鲁克在写 创新企业精神的时候 他谈到了一个美国成为的 一个企业家社会 第一他认为是大规模的中销企业 成为了国家产业经济的一个驱动力 第二他认为商业所形成的很多 逻辑和组织方式 进入到了很多非商业的机构中 比如NGO组织和政府组织中去 第三他认为商业推动了 美国社会的阶层重构 那么如果回到中国 中国可能更复杂 那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 它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或者公共对这个作用本身的这种 模糊或者这种极端化的 要么是极端的崇尚财富 反正你只要赚到钱了 你就可以当人生导师 对吧 还有一种极端就是 你只要赚到钱了 那你就是已经很堕落的一个人了 这种撕裂 你看在中国社会中非常多 但是我们该干的工作 我认为还是要让从商者本身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商业的事情 你今天你也问了 我想你问了两个女生 都问过这个问题 对吧 商业给你带来的快乐 你今天为什么还沉浸在其中 他们其实做出了不同的解答 这两个女生都做出了 不同的解答 那这些本身其实没有被格式化 现在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被格式化 就是需要把这个事给讲清楚 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并不认为 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小的时代 我个人认为 就中国几十年发展 还是给所有的观察者 至少在财经领域 在商业领域的观察者 提供了一个特别辽阔的一个背景 而且这个时代本身所具有的很多特点 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用美国式的 或者欧洲式的进程来解释 就我们可能更 其实中国更取责 商业本身又特别的繁荣 形成了 我认为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张力和反差 这个实际上是对思想者来讲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力场 但也造成一个我个人的困境 就是如果你在旁边 在那里旁边只在那看 其实你没办法得出真正的答案 我是这么在想的 没有那种感受 没有这样感受 但你真的进去了以后 你会被裹下 又没有时间来旁观分析 对 你没有时间很 这个 你觉得为什么 你也不行啊 我不行 哈哈哈 你不会让我说 你不过 员 我没有想欠 或者我 你会调整心 我呢 就是 他 是 你 我 本节目由梅塞德斯奔驰SG轿车联合呈现 我特坦白说我觉得您是我碰到的在内心的深处有最强的共鸣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把我想表达多时候对当代性的看法 对世界传统和自己的看法 对自我整个的看法 我在想听一个更高明的人来说话 谢谢 太正确了 一切所以荒谬 太荒谬了 一切 所以真实 所以让正确的更正确 让荒谬的更荒谬 那是令真实呈现的波尔法门 所以我描述出一只鹰 是为了砍下他的头 而我这样做 是要为古老的神话求取证明 这些人 他会让他 国有再生之力 当今世界并非没有奇迹发生 对我来讲 诗歌就是处理时代 诗歌就是诸子百家 诗歌就是战国诸子 对他们来讲 诗歌就是单纯的抒情 这个是我跟其他那些了解一点诗歌 写一点诗歌的人 一个本质的不同 我把这话都说得很绝了 但是我就是不一样 对我是好奇怎么处理这个时代 就在我们这样的时代 诗人比算普遍诗语的时代吗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诗人们不会像80年代这么显眼 也是好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媒体社会 媒体社会是干嘛的 媒体社会是追踪事件 就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 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 媒体社会是不探讨历史逻辑的 它是视觉小 而且没有任何记忆的 对 没有历史记忆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由于它不探讨历史逻辑 所以它变成青少年文化 就是最火的文化是青少年文化 挣钱也是青少年文化 然后出名也是青少年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年轻 然后穿的像个小青年似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中国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 所有的中国有钱人 在当代的中国有钱人 都是第一代有钱人 他花的钱 他挣的钱全是新钱 生活方式 New Money New Lifestyle 全是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你也没法谴责它 你就发展到这一步 你就走到这一步 所以这一套东西 有时候我碰到 比如说碰到外国人 他们说 比如说骂北京拆迁 这些东西跟我聊 说中国能不能慢一点 我说咋慢一点 我不知道你想让它慢 也不一定能慢得下来 怎么直觉上感觉媒体社会 或者青少年社会这么一个 我们可以评估吗 没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四合院里边 那四合院很好的四合院 以前是孟小冬的四合院 当然是后来变成大杂院了 没有自家的厕所 只有一个公共厕所 等到后来我终于有了一个单元房的时候 我跟我们同事开玩笑 我说今天我可以请你们全去我家上厕所了 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厕所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对于在现场的人 你就面临着两种道德 这两种道德 一种是生存道德 一种是文化道德 就是究竟把哪个东西摆在前头 那么我在这一点上 我还是一个 我也有我爹妈 我也有兄弟姐妹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单独的厕所 那么当然文化道德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在这两个东西忽然冲突的时候 我可能会是先把生存道德放在前头 先活下去 先活得体面一点 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代价的 一定是有巨大的代价 但是干什么都有代价 我估计弄书店都有代价 干什么都有代价 哎呦 这完全崩上来 这儿 就是这块 就是从这儿上去 上面是废墟 它不是一个修的特好 就是破落 荒废的 然后你会对破落的感觉 那个会很有意思 冲冲王雾 咱看能不能放上去 有人吗 哎 师傅请问您 咱这儿有个管理处吗 什么管理处啊 就是这个漆房盆这块 这儿不知道 因为这区里头给封上的 区里封上的 现在有人在这儿管吗 不知道啊 刚封上没修 刚封上 是因为防火吗 不是吧 也不是 要维修是吧 我也挺怕浪费掉这个时代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太没营养了 撒音太多 怎么把转化成一种新的东西呢 对我来讲 我曾经在读书上有一个发言 我里边有一个观点 叫做短暂的现代和漫长的当代 就是所有没有被消化掉的这些问题 全是当代问题 不论它在什么时候被提出来 我甚至觉得晚清对我来讲都是当代的问题 都在眼前 都在我眼前 都在我这块 但是别人可能不同意 别人不同意 那是你的事 但是都在我这块 这些东西对写作全是可能性 它就是你的材料 比如说我在美国我看到的一些诗人 他们写东西都没得写了 没得写以后 他们就写他们的父亲 他们通过写父亲 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份 然后最后父亲写完了 也不知道该写什么 那就写印第安人 然后他们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都是充满了对印第安人的歉疚感 他们需要遗情 他们需要另一个时代来遗情 对 咱们不需要 你打开电脑 你会觉得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连他的各种玩笑 各种人的爆红 就是现实本身的力度还不够强 对 奇观 然后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奇观 我们一定是成功的 很牛逼 一定很牛逼 但是就说在荒谬和创造力之间 是有一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东西 它是不会转化成创造力的 那么马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创造力是从哪来的 艺术家他需要创造力 对于那种不是强力识人 当然我也不太敢说我自己是强力识人 但是跟当代的很多识人比起来 我就是强力识人 很多人他是从别人那儿 继承过来的文学意识 别人的词句和修养 然后他写东西 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有开拓精神的人 我的材料全是生的 别人材料是熟的 那么如果要是处理这些生材料的话 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你就完蛋了 就有意外的效果 比如创造力里边你会发现张力这个词 对这个大家好多人用的 一个人的梦想和一个人的现实 那么之间他会产生这种张力 有的人比较近一些 有的人远一点 一个人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而他又过不了这样的日子 那这个也是那种历史的张力都在哪 20分钟差不多 他们都等半天了 真不好意思 也没有人管 但是就锁着 原来是可以进去 我还带我研究生在那转悠过 成了爬枪头的了 这什么都看不见 要不然翻墙进去 算了吧 一人进去也不行 我估计 不不不 翻了 卧槽 全是荆棘刺 不好上 这地方不好上 全是荆棘刺 走了 文明和进步竟然首先呈现于小流氓的头顶 这四个流里流气的男孩 这四个游手好闲的男孩 这四个混混 这四个憋三 他们的黑发染成黄毛 颜色由深而浅 他们在街上一字排开 朝前走 身后跟着三个女孩 阳光明媚 我发现我就是一傻瓜蛋 我以为我知道很多事 所有我以为我知道的事我都不知道 我慢慢的意识到我跟别人写的东西不一样 你越写别人越不明白你在干什么 你越写别人觉得你越写越差 网上我看过这种说法 说西川越写越差 这就是人对我的评价 刚看到的时候烦吗 肯定有点烦 刚看到的时候当然有点烦 刚看见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好孤独 在这世界上没人理解我 就那种感觉 现在心想他们理解不理解 这种内在的标准也好 甚至自信也好 趣味也好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清晰起来 92年是刚刚转变的开始 它不会清晰吗 80年代的时候 你感觉到更多的是 那时候努力的想成为一个好诗人 什么叫好诗人 就是成为一个别人那样的诗人 成为一个当时独到的那些人 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有资格成为一个烂诗人了 其实你成为一个烂诗人的时候 才有可能成为你自己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就要成为一个烂节目 成为一个烂节目好 成为一个烂节目就是说 你不是按照一个框框 按照一个教科书上给你讲的那套东西来拍 对 咱就一个烂诗人做一烂节目 行 我他妈这人生太辉煌了 我忽然觉得这里边挺有象征意味的 就是你去一个地方 你想看到一个风景 但是你走到那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看不见这个风景 这个还是人为的 有些别的东西 我忽然觉得我说的这个东西 有点像卡夫卡 卡夫卡的K 一个人朝着城堡走 而永远走不到城堡 这个是无解的难题 卧槽咱没白来一趟太好了 老师您说城堡的这个难题 就好像普通人如果想靠近那个伟大 好像都会面对到这种境况当中 然后之前徐老师说 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才和天赋 该怎么面对这种想成为伟大的 这种欲望 徐志尔来了 伟大这件事是一个很神秘的事 说到伟大的时候 徐志尔就来了 哎呀 他正问我关于伟大的事 我说说到伟大 徐志尔就来了 太伟大了 我抽着烟 是要给你伟大一下 他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吗 不太知道 上不去啊 咱们俩翻过去吧 上去以后他也封上了 就那块也封上了 后来我们已经把这事变成一个哲学话题了 就是你千辛万苦的到一个地方 想看一个风景 你看不着 就跟卡布卡城堡永远走不到 一样 今天是两个K的对话 两个K 对 比如在80年代 因为比如有些诗人写出了一个 确实流传到整个社会 整个时代的一些诗句 可能往往都比较高度抒情的 比如说您没有写出这样的 或者没有世俗意义上写出这样的诗句 对你来说遗憾吗 不遗憾 当时有这个追求吗 成为一个Iconic Figure 这样的东西对你没有 当时可能还 因为人家是偶像 你比如说杨练一到学校来讲座 您都去听见 你不可能当时没有想法说 哪天我也要变成杨练 没有 我知道您可能也不太愿意谈孩子和洛依和 但因为前两天我又看了你给他编的诗集 然后你哥给他们写了一个回忆 一个回忆 你们的相遇 那个时候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 是离那个事还不太远 所以写那文章的时候 那里边肯定有很多是情绪性的 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情感的 情绪的 对 首先我们仨里边洛依和是老大哥 读书读的多 不他好有见识 我看你他里面说的一些 对 还有见识 孩子呢 是孩子 我认识他有点晚 在北大最后一年 我认识这个孩子 当时觉得他的诗就写的 跟别人就不太一样 我那个时候就给另外一个人写信 我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后来我愿意用这个词就是天才 当时你不会对面的人 你会说你是一个天才 不会这么的 当时就是哥们 翻过头来 你会想着这就是个天才 比如说碰到差不多同龄那种天才 对个人 这种巨大的才能 对个人是一种解放的感觉 还是有某种压迫和焦虑的感觉 对你来说 不是 压迫和焦虑的感觉 如果你有功利心 你就有压迫和焦虑的感觉 如果没有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俩人都没发表过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搞油印本 还一块聊天说 那咱俩一块他就出一本印一本 就一块就印了一本 叫麦蒂之吻 为什么叫了这么一别扭的名字 麦蒂之吻 人在修呢 我们在废墟之旁看到崭新的建筑 对修呢 不能进什么 这块能进到它后头那个 您知道吗 里边锁着门呢 现在变成什么了 工地 工地也好 挺好玩的 空间感来了 对 我们预防历史的逻辑不得 进入空间的 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儿 这儿进不去 我们想进去看看进得去吗 这有什么意思 什么 这块 这不是公用的吗 你单位先了解吧 我找不着人了解 我问问您 你单位找人是吧 咱们是工地施工 我们想找个地方 那不是公用的吗 七王文不是你们私人的 我们是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 施工 施工 你会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好多一些场景吗 说到就会想起 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回到八十年代 对于没经历过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传奇的 我觉得我要早去北大十多年 我肯定也写诗了 那时候全写诗了 对啊 刚才我说他余米红 连他们余米红都写诗了 好像就王石都写诗了 你现在写诗就变成一个人写诗了 不像那个时候 夜里边在海淀游荡一帮子人 然后从一个学校溜达到另外一学校 夜里三点 夜游神医 夜游 在那块 瞎聊 石鸽 全是人的 现在再也没有 现在都是您就关起门来 一直干嘛 网上我看过这种说法 说西传为什么现在有名呢 这个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靠孩子出名 靠孩子出名 我就没法说了 因为我绝不说任何孩子的坏话 然后第二个特逗 说不就是会有点外语吗 有一些机会跟一些国外语人 有一些国财 有些直接的交往 然后能做点翻译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 劈柴 周游世界 1992年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您后来在回忆的文章里其中提到 因为他们的离去 整个代表了一种文学的维度的消失 那文章不也谈到 90年代初的时候 挺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很强烈的尴尬感的 在那个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大概应该是92年 92年之后 他不可能 他一讲话马上就变了 差不多到97年 98年 能够感觉到有些人有钱了 消费的因素 娱乐的因素就开始起来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里边 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和将来要干什么 在80年代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就是个失人了 到那个时候 你忽然就开始说 你这个写作 你就怀疑你自己 你这个写作有意义吗 忽然有一种特无虑的感觉 过去形成的那一套 对社会的认识 文学的认识 对于美的认识 全都无效了 全失效了 忽然发现自己是一白痴 然后怎么办 但是人就是这么 屁滚尿流也就过来了 或者是摸发滚打 也就过来了 会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吗 来应对 就是耗着 把它耗过去 还是 不是 那个时候 因为我忽然发现 我也写一点东西 但是也写不了什么太多的东西 就是拼命读书 一本接一本 就不让自己停下来 让它占满我 你不愿意面对另外一些东西 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那几年是这样 那个时候你的 比如文学趣味 诗歌趣味 那时候我的趣味是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就是要补上文学这堂课 那么补的文学课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现代主义 其实现代主义都是多少年前人家的东西了 但是咱不知道 咱过去读的都是革命 什么浪漫主义和什么现实主义 从苏联来的那一套 然后你就开始读现代主义的这些东西 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当代 成为一个现代人 就是从一个过去的壳里走出来 要使自己变成一个现代人 当然我现在对这些概念 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了 就是说 我觉得所有的主义 都是为他们二流人设的 就是说你要恪守某一个原则 某一个主义要朝着哪走 这个是那种创造力有限的人 他们会跟着这些主义走 强壮的那种创造性的这种人 他们会把这些主义全给越过去 但是你会有一个阶段你要了解这些东西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有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束 穿透你的心 向今夜在哈尔盖 那时候不知道聂鲁达 这块是不是一个门 就是这个已经到他那个阳宅那一部分了 就是他有阴宅阳宅那一部分了 但人都插着呢 人家工作得挺好的 这儿肯定也进不去了 也没人管但是反正你就可以做了 现在不行了 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越来越选两个K了 很好 对 八年代写诗那时候包括语言的这种精致性也好 像个好事这样的一个规矩也好 你九十年代开始打破这个规矩吗 九十年代一开始还是一样的 当时写致敬的时候 是因为我放弃了过去的那套鞋法 我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过去的那种写法既然不能使用了 我索性就乱写了 我就拿我过去的很多的笔记 把它们整理成 实际上致敬是被整理成的 但是其中 当然致敬里边的一个核心部分 是一口气写完的 那个就是巨瘦 那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多你无法控制的 有很多你无法把握的东西 这些东西你要它它也来 你不要它它也来 一下子朝你压过来 其他的东西不是 其他东西全是片段 片段是我的笔记 这个变化不是一次就铁了心了你就要变了 那时候也跟美院有关系 你去美院教书 你如果留在北大 或留在一个过去的传统型的诗人圈子 你的整个的写作会非常不一样 这个路径 当时也不觉得美院就直接对我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自己对视觉艺术一直都热爱 我就觉得我应该跟一群艺术家混在一块 所以我就去了美术学院 在这个环境里我会更自在 我虽然是一个写诗的 就是使用文字的人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使用文字的艺术家 那么我看世界的方式会是一个艺术家的方式 但是不管怎么说 当时我是知识分子 所谓的知识的阵营里边 然后那个时候诗歌界有过一个争论 在一个宾馆 这个宾馆叫盘丰宾馆 就是北京边上 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他们管这个叫盘丰论战 特像武侠 你以为真在山上那么一个 实际上是在盘丰宾馆 然后像是盘道似的 有些人说自己是民间写作 那么他们认为我这样的诗人 不光是我 是比如说知识分子写作 就是批评了知识分子这个词 这个词的出现 它是一个历史的因素出现 就是80年代 文学圈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之前 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 叫做贵族 说你这人很贵族话 你这人很贵族 来描述那些还读过点书 思考点问题 关心点国家命运的人 中国也没有贵族 所以实际上是特别需要一个词 来取代贵族这个词 后来就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 那个时候的争论 我就会觉得这是个事 不仅仅是有人 只是从一个知识分子角度讨论问题 也有人从身体的角度讨论问题 从一个日常生活的角度讨论问题 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很丰满的 很丰富的 有各个方面 虽然我自己不是所谓民间写作 但是我对于日常生活这一块 我从别的渠道意识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遇到南非的一个女诗人 她问我 她说你对南非知道什么 我说纳尔逊曼德拉 种族隔离 她说你还知道什么 我说那我就不知道 她那意思就是说 难道我们南非人没有日常生活 知道的全是符号 我心想是 所以我不从争论 我从别的地方 我也意识到日常生活的这种 我打断你一下 你讲这个曼德拉 我想起其实我有一个被中断的诗人梦想 大概是8687年 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南非的事是整天在电视上播吗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诗 你知道我写的什么 我就写了一个 我想象了一个遇到过种族隔离的小男孩 大概跟我同龄 她在南非 她不能够去那些剧院 她不能够去坐公共汽车 不能跟白人坐在一起 她非常孤独的在往哪个城市 约翰内斯堡上去走 我就不知道哪来 我杂肉的一个念头 就写了这么一个诗 你看他肯定他没有任何对比对照 没有押韵 我就乱写了 然后我就特别兴奋 打给我个亲戚去看 他来我们家正好串门 我说我写了一个诗 他说这个哪叫诗 这都不押韵 然后我就再也没写诗了 你说南非这个事情 我就过去了 人一辈子 我是也被人灭过 我为什么不写小说 是因为有一次我写了一故事 发给一杂志 人家编辑部的编辑给我回了一个信 说您还是记点诗来 我彻底断了 我写小说的 你念头的 对 那是什么 里边还是试试 走逗吧 看一下 好像是个村 好像是个村子 上坡路总是更有意思吧 让天空永远湛蓝 我全是尸 让绿云拥护家园 我还家运呢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羡慕过那种经验丰沛的人吗 我羡慕 羡慕死了 能够他们行万里路的人 对 然后社会生活经验特丰富 一会咱走河北去了 那也行 那也行 这是什么房子 这是干嘛的 这房子是以前是民房吗 您知道吗 采石头的 以前有一帮的法国人他们是住在哪 就是说有一个外交使团 法国的外交使团 这人知不知道 那不能走了 那算了 那不能走了 行吧 谢谢啊 回到路数的变化 你什么开始觉得我对它更敏感的捕捉到了 这是一个过程 我也说不好是什么时候 我到97年 97年我在印度这一趟 一下打开 就是打开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印度人骗我 我进一个庙 然后让我这样 其中有一个人在我这就弄了一下 点了一下那个红的 这是祝福 那当然非常感谢 这是被祝福了 然后这个人从兜里掏出十个卤比 那意思就是我得付他十个卤比 我就想祝福还要花钱 我就给他十个卤比 可是我到了旅馆里边 我再静子一看我这怎么没那个红点 他那点红点都没过给你 他这个手比如说是红的吧 然后他伸过来的时候你就闭眼了 不是吗 他一定是拿这个手之后挑了你线 这是怎么回事 完全被他给弄愣了 这还可以这么干 完全跟我们这不一样的那套思维 一下使我感到震惊 cultural shock 然后慢慢就把我给打开了 然后过去的那个信条慢慢的越走越远 对你的写作呢 对你的后来呢 而且我就在那写的英的话语 就那个思维方式就怪 跟我别的东西放在一块就怪 我自己跟他适应了半年 我才跟别人提起这个事 就这种因素 还有一本书叫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然后这本书美国人写的这本书 他说成吉思汗他们工程 咱们过去的工程 那是城墙架云梯 蒙古人不是这样 人家再搭一个墙 比你那城墙还高 然后往里边射箭 那箭里边还是挖炮 就是宋朝的那些科技 完全是瓮弓捉鱼 那那些西边的人哪见过这些东西 忽然 全是从城墙射下来的 城市立刻就拿下了 而且蒙古人打这个城的时候 提前让一个人跑到后边那城 说我们现在打这个城过来看 他的宣传是这么干 震慑式的战争 下一个城的人全看傻了 不用打了投降 然后他们打下一些地方以后 那么他们聚在一块以后说 下一步往哪打 大家莫终一试 最后蒙古人的决定是 咱们就四面出击 往他们哪都打 所以一边往欧洲打 一边往中国元朝就这么打下来了 一边就把俄罗斯整个给攻占下了 到东欧 对 他就是这么拿下来的世界 我心想这都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太棒了 完全不是我过去的思维方式 而这些东西对于我的思维方式 对于我的写作 全是刺激 全是启发的 太羡慕了 你期望变成蒙古式的思维和写作 我真正期望的 还不是蒙古式的思维或者写作 我真正期望的是战国诸子那样的写作 怎么讲 一个那些人大才华 然后另外一个这些人 每一个人都是处理他们的时代 处理时代对你始终是个很大的诱惑 如果你不处理时代 你的语言 你的文学意识都是别人的 都是学来的 美国有个话说 艺术家们像害怕瘟疫一样 害怕雷同 你不能跟别人一样 所以我一直特别在乎处理时代生活 我真正的梦想也不是写什么唐诗 也不是写什么宋词 我就想靠近他们 诸子里面跟你有最亲近的个人感的是谁 如果你在那个时代 别人说带一本那就带庄子 我喜欢庄子 但是都好 大多数的那个时候诸子是要把社会往回拉 比如说孔夫子 但是也有人不往过去看 这些就是法家 法家经过如法斗争 成为大家一说起来就是专制 你要是真读韩非子文章写的好 大猜 韩非子有一篇东西叫做王征篇 就是国家要灭亡的征兆 你读那个东西 太狠了 那个东西写的 他所达到那样一个高度 那样一个广阔度 虽然我读了那么多西方的文化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在那儿 而且他和这一片土地上的人的那种命运之间的关系 莫子哭炼丝 杨子哭歧途 我记不清原话了 但是说的就是这两个人 莫子看着白炼 就是那个纺织物 忽然就哭了 因为他可以染成黑色染成红色 究竟染成什么色 他就不知道了 杨子哭歧途 就是走在一个钉字路口上 究竟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他也不知道往哪走 他就傻在那哭了 我忽然对战国的那些思想者 有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 究竟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想了那么多的问题 没有答案 您只剩下哭了 你最初接触到米国时是在 早了 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蒙龙诗之后 出过几个专门介绍外国诗的杂志 里边就有米国诗 后来才开始翻米国诗 但是翻米国诗是出版社找我 我说那就试试 翻米国诗 那本书对我印象特别大 谢谢 但是那是出版社让我翻 然后这块上去是哪 是迂回绕上去的 不知道 是不是里边有个 防火反正 对 进不去 连货都没有 历史完全就被封闭起来了 历史就封闭起来了 绝对是 对 我们在历史的墙外 不过这也是历史 这也是历史的 然后 就是盛琼佩斯他们 这附近有原来法国使团 在这有度假的地方 盛琼佩斯他们就一定来过这块 他那个诗里边交织的那种历史感 一定是从这些东西获 就是一个王朝的覆灭 这挺牛逼的 当时他好像是当时在法国当秘书 使馆当 他是从三密 一直当到外交部秘书长 他好像当到外交部的秘书长 咱们往哪走 妙吧 大绝禅寺 还是秘书本更好玩一点 秘书玩是废墟 这块 这也好 这全是蚂蚁 钻你一屁股 行 肯定这么着了 破罐破摔了 破罐破摔了 一个人比如说到了40岁以后 就开始朝着两叉走了 有一叉人是真正的获得历史感和历史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叉人全变成仙了 就开始进庙 弄个仁波切 跟个仁波切 带个珠子 带个珠子 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跟佛教没关系 我这个珠子是那么古董 有些人真正成为有头脑的人 有些人也看起来也挺有头脑的 因为它是仙 它也一套一套的 它的虽方式 那个尺度 它不再是一寸一寸 一尺一尺 它考虑问题一定是沧海桑田 一定是一说就一万里 一张嘴就是上下五千年 它不考虑下星期的事 下周是怎么回事 它还没想好呢 它想的全是上下五千年的事 这都是成仙的人 当年一定是有人先这么写 对 让工匠这么磕 真好 瞧人多疯眼 咱俩似的 我忽然之特别 就获得一个想法 就是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拍照 活得好 吃得好 最后就是为了形成一张照片 我们这次来找到了生活的目的 对 不错 是这么走吗 不知道 这么没有历史记忆的媒体社会 您想成为一个有历史 充满历史感的历史意识的一个事 你怎么处理这些材料 对您来说 我全处理媒体 我媒体好像有点现在还没处理太多 媒体早晚我也要处理它 怎么说 不一定非得说它不好就要处理 也不一定说它是好就是处理 我关心的是它的复杂性 就是它内部的复杂性 有的人的回应是一个投机的那种回应 什么东西热点 他就立刻做出反应 这是一种回应 那么有的人的回应是一个 他要理清历史逻辑的回应 那么这个工作可就漫长了 兼具的多了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当代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如果追溯起来 那咱们就从孔夫子这开始追溯 你就开始捋 这个工作穷精好手的工作 但是你是想做这个工作了 最终对于一个不一定是对于诗人来讲 对于当代你还是一个读书人 你肯定还是要处理它 我要是有能力 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需要脑力 这个东西需要体力 你能不能处理的动 不知道 但是将来会试一试 我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了 我只能说这是弗洛斯特的诗 弗洛斯特说 这个叫做 林中两条路是吧 对 林中有两条岔开的小路 而我选择了那人际罕至的一条 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欲望太多 海水太少 幻想靠资本来维持 让玫瑰纠正我们的错误 让雷霆对我们加以训斥 在漫漫途中 不能追问此行的终点 在飞蛾扑火的一刹那 要谈论永恒是不合时宜的 要寻找证据来证明 一个人的白臂无瑕是困难的 这是啥地方 一等人 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填 全是价值观 烂师和烂节目来这都不好意思了 哪个是我的水 那给您拿吧 这个灯烟灯 对 是银灯 这是我的 谢谢 你们俩先就是这个喝吧 还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实际上我自己觉得 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 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史 历史我管它叫大河拐大湾 我写过的秘书 一边书 那么这个时期 如果我不是一个开放的人 我就会把这个时代给浪费掉 这个时代本身不应该被浪费掉 就像80年代不应该被浪费掉 90年代不应该被浪费掉 今天也不应该被浪费掉 浪费掉是什么意思 浪费掉就是无视这个时代 就是说我完全生活在我自己内心里边 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恨这个时代就擦肩而过 我也挺怕浪费掉这个时代的 但我矛盾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时代太没营养了 太烦了 就那种杂音太多 那种东西 但有时候就像您说的这种 怎么把它变成一种转化成一种新的东西 一个人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而他又过不了这样的日子 那这个也是那种历史的张力都在哪 它一定是你会觉得这里边有荒谬的东西 有不该是这样的 当你觉得不对或者不该的时候 就是大家蜂拥而上 你自己没有蜂拥而上 然后这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谁 你开始认识你自己 比如说是哪海啸 日本地震海啸 大家蜂拥而上的去买盐 小伙子买了五吨盐 这种蜂拥而上是什么 一方面它就是有趣的 参与感 参与感 对 但是背后有一种东西是什么 背后有一种东西是慌张 是 是慌张 当然一个社会养成定力 那么定力是怎么形成的 定力就是文化 真的那就是文化了 你要是现在这么说 又有点矫情了 精英化 你就是精英化 我可以不精英化 民间文化也是文化 但问题是 我就是不跟你谈精英文化 民间文化你懂多少 鲁迅曾经说 你不了解道教 你不了解这个国家 然后马上我问你一个问题 道教跟道家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就涉及到道教什么时候形成的 道家什么时候形成的 这全是文化 没有人就全是过来 把你抽码一顿 把你追捧你一顿 这全是这 这也是没有定力 就是文化没有定力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直是有定力的 有定力 中国古代文化一直是有它的道的 你在今天谁他妈跟你谈这个东西 没人跟你谈 你觉得咱们能恢复吗 或者说创造一种新的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走的哪算哪 或者你对这种文化定力真的渴望吗 我不是真正的渴望或者不渴望 就当别人蜂拥而上的干什么事的时候 我可能会慢慢拍 或者是我有可能就不去了 这就有可能 或者说我们觉得那种强有力的时代 比如我们产生庞德的时代 如果把我们这些时代跟他们也比 创造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低谷的 一个是可能 或者他们都变成Zuckerberg 变成Google 牛逼 就是人家最牛逼 我不得不说那也是创造的 是 那是另外一种 就转移了 它是另外一种 对 它转的那种 比如你生活在牛顿时代 比如当科学家才最牛逼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代 你说它没有创造力 有的是创造力 但是创造力它转到那个上面 对 它转到那个上面去 又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淘汰 就是说它能转多长时间 可能这个人忽然很得意的说 我是给他们你们带来幸福的人 我是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人 然后紧接着你问他一句说 你能给我多长时间 你就问他一句 你给我一星期还是给我两周 我不否认 这个时代里边不同的行当力 都充满了创造力 都充满了创造力 但是问题是创造力 它说句有点武断 不是武断 别人会觉得你装腔作势 说点装腔 老子今天就装腔作势的 说一句话 究竟这些创造力 它和文明是什么关系 你给我回答 就是说你如果还在乎文明这个词 你不是说中国就是一文明吗 中国古代就是一文明吗 也就是说这个词是赶不走的 那么你对于文明 你负多少责任 你是负责成功了 你是负责挣钱了 你是负责盖了楼了 一切你都干了 如果你说老子过一天是一天 没有明天 我跟文明没关系 我觉得你也行 谢谢你跟我说这个话 真的 我也认了 那咱们就各忙各的 但是如果您还有点认真 您挣了点钱以后 还想读国学 还想背点唐诗 那咱们就坐下来论论你跟文明有什么关系 如果把话推到这个份上 它就不是一个很轻易的能够被一下扫到一边去的一个话题了 你会发现我忽然没有资格面对这个话题 然后马上别人就说你以为你有资格能面对 好吧 我比你多一点资格 我不是有那么多资格 我可能读的更多一点 我或者我关心的问题更广阔一点 更复杂一点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我就能够 你经常说用一句话概括你的观点 对不起 一句话概括不了我的观点 经常报纸跟我说给我们写篇文章 我说多少字 1500字 我说对不起 我要给你写 我真给你写 2万字 什么1500字 但是实际上当你这么胡扯的时候 这里边也有乐子 也有乐子 可不然我们要找乐子 这里边也有乐子 聊个什么时候咱去吃饭 天暗了是吧 索性他们一直把它聊到天黑 我们再把天给做亮了 累累死了 我有的时候我就那感觉 我怎么坐着坐着 天就黑了 我一直把天给做黑了 就比如说这么速朽 快 让您对时间的感受力发生很多变化 时间有好多种时间 对 自然时间 心理时间 历史时间 也有很多种时间 即使是你抱着速朽 他不是速朽快吗 咱跟他一块速朽 我不得不说 其实也有趣 对 这个是我把艺术家 区分为两种艺术家 一种是为永恒工作的艺术家 一种不为永恒工作的艺术家 我原来是为永恒工作的艺术家 我现在已经不为永恒而工作了 叶芝在诗里边说 我老了 现在我萎缩为真理 一个人如何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是他萎缩成不朽的人物 我写米沃石那篇文章里边 我也说到 米沃石在他那个时代 米沃石是大师吗 不是 米沃石跟他周围的生活 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的亲戚朋友 骂他的人 和他内心里边称赞的人 然后现在死了 隔了一些年了 全忘了 这时候米沃石萎缩成一个经典 但是产生它的时候 它不是经典 它不是经典 所以慢慢这个担子我就放下了 或者我换句话讲 所有为永恒而工作的艺术家 也不是说你想永恒 你就能永恒的了 你能够永恒 那是老天爷对你的赏赐 莎士比亚现在贵大 莎士比亚当时就是一向上爬的 没什么抱负 就有这么大才华的一个人 莎士比亚有一种自由的无相 他跟那么蒙古人似的 怎么保持这种新生命力的野蛮性 和蒙古人也是这种野蛮性 有生机勃勃的野蛮性 包括那种 你说那种盲目性 四十出几的盲目性 这个东西 你怎么 小时候可能是一个天然的 或者一种什么感觉盲目性 当你经过这么多的一个训练之后 维持这种盲目性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你才说 一个人只有每天发现24条真理 才能睡个好觉 咱不需要那么坦白厉害 就睡不着觉 咱一周要是能够有一个发现 你都会觉得没白火 又有一个发现 能够对生活有所发现 这得是能力了 然后这个能力同时 当然它还有一个心态 就是一个自由的心态 当然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也不是说的那么轻易 因为很有可能 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你已经被什么东西给捆住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 我以为我是自由 但实际上我是被捆住的 但是尽量 只能说是尽量 走出这些条条框框 不断的发现别人 也发现自己 怎么说 你依然精神还在长个儿 保持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东西 你没法劝别人这样 你只能感受你自己 是不是还是这样 你劝一个人说 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保持一个长个儿能力 没用 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体验 那么我们一说就明白 我只能说我还能够感觉到我自己 还有这个能力 马尔克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别人问他说 你觉得写作对于一个作家的回报是什么 马尔克斯说写作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大的回报 就是一个被写作训练的头脑 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 我觉得这个就是迎面走过来一个人 你能认出他的人 获得这样一种能力 认出另一个人的能力 凡是有能够认出另一个人能力的人 对他自己一定也能够多少有一个认识 一定是这样的 千万别拍的矫情 背影然后两个人最后变成淡淡的哀愁 我说那不行 也是两个坏人的黑影 放线 住店 赏花 采摘 还任养果树 寄养宠物 好开心 是 我也觉得聊的 你也激发出我好多东西 我觉得咱俩聊的特别有意思 有时候画感画感不到那 你就想不到 是 词语自发词语 对 这时候如果那边应该就是城市 这个感觉很好 特别好 一个城市 我觉得真是我好久没这么愉快的下午 是吧 对 我也很高兴 能聊啊 烙饼捲带鱼欢迎你 对 多好 他们会起立站起来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金牛座冠名播出 成现世代中个人命运的复杂性是十三一二不变的主题 第一地即将结束 我恰好遇到了一位让我心生尊敬的作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 个人命运与近代历史之风云变迁 息息相关 他是中华民国 三十五年 一九四六年 这是我父亲 这是何应青 他是总参谋长 我父亲是副总参谋长 是这两个最高军事幕僚的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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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父亲的理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蒋介石的关系 这段很妙的呀 您父亲的会怎么说李宗人呢 他也不战胜李宗人 除了选副总统 还想阻止他的 没有成功 这样子他跟蒋的关系搞坏了 又搞坏了 这站也要紧的 这个重要的汪精卫也在 这是那个国民政府 你看下面是这个 白程序 搞这个事情的传 我这脸搞不出来 有一天我还梦着他了 哇 本来他对我都是蛮 他对我的一面是蛮慈祥的 那些人脸色也不好看 他梦里教训您吗 我梦醒了 我这个不好了 他是天才 台北人二十几岁写出来东西不朽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二十世纪中文世界不多的能留下的一些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白老师已经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最经典的小说家之一 下面我们有请白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也很拍白颜勇的 心里尊敬啊 但是我一定要拍上那块吃饭米粉我才一定要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目的 跟小时候味道一样吗 跟小时候味道一样嘛 嗯好 这个这个卤水 白老师你献个名吧 真的感觉桂林最大已经容下一个安静的米粉了 对于三十岁左右写出了台北人这样杰出作品的白先生 他的天赋 他的丰富的个人阅历 理应使他创造出某种更恢弘的作品 但在过去三十年里 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对昆曲 对侯罗梦这样的古典作品的推广 我也不禁在想 这是否有些浪费他的天分和他的个人经验 荣幸啊 祝白先生八十岁生辰 然后在这当然会有一些 所以紧张白先生张先生都在这里 我每次碰到他们 我都觉得我是野蛮人 我就是属于那种不读红楼帽内在人 辱 道 佛 这中国人大部分很多人走的这个过程都在里头 所以我说他是天下第一树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又一直特别复杂 那牡丹亭里也没有政治 充满了政治 对啊好像变成了某种逃避的方式 这些年来一个是昆曲一个是红楼梦 我希望就是现在年轻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变化了中的精髓 影响我们整个审美观 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那种 我希望这些经典让他还魂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啊 希望中国是旺盛的 希望有文艺复兴 我觉得呢 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 我觉得做昆曲也好 做红楼梦也好 最能做的是 我想这种文化上的潜移默化 嗯嗯 但是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嗯 怎么可能有唯一复兴呢 头稍微低一些 对 白先生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面对巨大的文化断层 他坚定地认为 一部《红楼梦》 一部牡丹亭 是可能复兴中华文化的 这是否是另一种唐吉克德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 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 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 我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 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 我还开一家书店 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 浅薄的时代 心怀不满 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 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 变迁的时代的新的动力 新的情绪 与人的内心世界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 或被再次印证 还好搭呀 台儿庄路 他父亲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你来了 有劳您啊 不好意思 你喜欢这儿是吧 真好 这挺漂亮的 对啊 就是您父亲时代的那种 英国式的代表 对 你看187几年吧 李鸿章他们好多的办宴会 跟一腾博文 哎呦 这个真的很漂亮 对 它有味道 梁启超 刘王活在住在这里 等一下逛逛 他们选这里选得好 好 这 哇 这 这就对了 其实他们说是国共谈判在这儿 哦 真的啊 没有 孙文 孙文住在这里 哦 多少年呢 这个不晓得 25年 最后一次来北京时候路过住在这里 嗯 美国式的25年他有肝病死了 都是历史镜头 对 爸爸小时候会给您讲孙中山的事情吗 会讲 倒是少 他见过他一次 1923呢 在广州 我父亲呢 觐见孙中山 那次孙中山就鼓励我父亲回广西 统一广西 我父亲参加武昌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 18岁的白崇喜投逼从容 以学生赶死队的身份 投身武昌起义 1923年 30岁的白崇喜作为代表 亲赴广东 觐见孙中山 要求成立陶贼军 之后白崇喜统一广西 一路北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白崇喜成为重要的抗日将领之一 并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台儿装大街 被日军称为战神 在战争爆发这一年 白崇喜的第八个孩子 白先勇 出生于广西桂林 这是宋庆林的 对 我见过宋庆林一次 在宋美玲的家里 三姐妹跟我们一起游戏 我们的小孩都 我得了个奖的 送给我一盒巧克力 好漂亮的 紧张盒子的 好吃吗 好吃的好吃的 还舍不得吃 还舍不得吃 真是感慨 对 咱们坐吧白先生要吧 好 不是直播 我就没那么紧张 你可以end it 没事 咱们可以喝口茶再说 对 你先喝点水 你玩一会儿的茶 好好好 这次行程 什么感觉 整个的一周时间 一周时间 我一生 我是一个追求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那么这次两个都 一个新的戏上演 关于《红楼梦》 一个助解吧 也刚出来了 与头笔从容 救国遇难的父亲截然相反 白先勇一生清醒于文学创作 艺术推广 1968年 在父亲去世两年后 31岁的白先勇完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小说集 《台北人》 这部小说在五四以来中文小说100强的排名中名列第七 但此后他的文学创造却逐渐减少 他成了加州大学一名教授 教授了三十年的《红楼梦》 你觉得爸爸试图理解过你吗 那一代人 那一代人是不是都很难理解子女 我也蛮难理解的 我也蛮 人家不知道我内心的 您本来就难以理解 他自己晓得自己也蛮难搞的 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懂的 他评论过您写的小说吗 他当然应该看过一些吧 看了一些的 没讲 不讲话 不讲话 比如说你那么年轻写了《台北人》 他真是一个杰作 后来您会有这种焦虑吗 比如说我很难在意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您会有这种强烈的 有 整天想 因为自己已经写出这个来了 怎么办 你不能再也重复 你不能再也重复它 对 人家常常问我说 你那么年纪轻轻 又写得那么沧桑那种 哪来的 我说 我的《台北人》 您看过的话 不是有一篇叫《冬夜》吗 我很爱那篇 两个老教授 而且那个感觉特别好 五四一代那个 你看我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 不到三十岁那时候写 我写我现在的心境 完全不可解释 完全不可解释 是吧 不可解释 很年轻的时候 一边写《台北人》 对 一边教《红楼梦》 对 我还是好奇 您不到三十岁 在一个加州这么阳光明媚的地方 教《红楼梦》 就这么一个反差感很强 就是 反差也大 对 教着一群这种 他们对中国文化没什么太多理解的年轻 蛮好玩的 我就很好奇 对 对 怎么教呢 没法深入 很多文化上的阻隔 顾表仪表都搞不清楚 你说那个红色 对《红楼梦》多重要 红尘 热情 温暖 代表喜色 这种东西 在英文里面没这回事 没有这种联想 那就少了一大块东西 一大块 你怎么办 只能跟他们讲故事 讲背景 讲文化上的重要性 有的 特别有灵性的美国孩子 也懂得 也懂得 有一个他跟我讲 白老师 我就是贾宝玉 他完全认同贾宝玉 后来他跟好多中国女孩子谈恋爱 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 知识真实力量 有效果 他娶着中国女孩子做太太 还娶过三个 就是把林黛玉贾宝玉 什么薛宝柴都娶了一遍 全部娶一遍 连死相运气 好玩的 他自己是贾宝玉 这么好玩 当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在英文世界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这个还是非常少的人 但美国少的西方人 他们也有一些汉学家 但是不多的 当然西方有很了不得的成就 没错 但是就是 《红楼梦》的奇特的这本书 文字文化 它的高度 可以这么讲 它是天下第一书 我现在八十岁了才敢讲这个话 我说天下第一书 就是这么伟大的一本书 所有的伟大的东西 它有它的某种一样的存在的缺陷或者什么 你觉得它会《红楼梦》是什么 是有的 《红楼梦》写的太好了 把老师不能这样 人家写不过它 比如你说它天下第一书 你觉得它比比如《莎士比亚的拳击》 或者说《塞万提斯》 这些不同的地方经典高在哪里 您感觉 您讲讲 来 先喝喝茶 我说 以小说来说 它最高最难的地方 最高的标准 它能够打得亚俗共赏 像《红楼梦》 它有非常深刻的思想 《鲁家》 《佛家》 《道家》 这些 它有很复杂的结构 它那些神话 是预言 象征 不得了 那些书都说不完 仔细分析起来 不得了的复杂 对 它有一点 这个跟别的 它不一样的 它好看 它很熟的东西 它也会写 也写得好看 它很高的 《宝玉出家》 那种 它写得好 扒得那么高 降得那么低 它来去自如 这个在西方小说 还不大做得到 我最敬佩的几本东西 像什么的《战争与和平》 《Prince Andre》要死了 我们看天空 一大堆哲学的东西 多少页 烦了 开始说教 卡拉莱姆做《兄弟们不得了》 那本书 真了不得 写得真是惊天动地的一本东西 可是 你能随随便便看它吗 对 绝对不能那么翻开一页看 不行的 对 正经为座 还要吃历史了 看完了你一身汗 那个很了不得 很深刻 很难 那不像《黄龙墨》 睡一会 好看 刘老老好看 这么锁锁碎碎 这么平常的生活 百万知学那个东西 好看 这个难 那我再问你 因为所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都跟它民族也好 文化也好 特别相关 这是中国人 你跟我再讲 比如说你像我看《三万题四度》 这种东西 它要冒险 要远游 要到远方去 像德国小说 内心那么多挣扎 天人交战那种东西 就中国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是 我怎么描述它 您怎么描述它 这里面 其实它这个 其实它很有深刻 那佛道思想 武家思想 也是 这三家思想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对 互相很紧张的 常常在斗 三项思想 这是中国人的哲学 基本哲学 中国人青春年轻的时候 我说 那是儒家 是争取功名 儒家的变相 怎么抓 都是 都是 都来 到了中年了 大概有些被 被逗掉了 或者是 有些贪污被抓了 或者是 股票设本了 对 那时候到家来了 推饮了 喝普洱茶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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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古琴去了 对 到了晚年 人生出来 好了 佛家来了 辱 道 佛 这中国人大部分走的过程 都在里头 但比如说 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一个大观园 园子里面 都在一个封闭的园子里面 每一个小场景都暗含着这些东西 如果他没有背后这个思想的话 这本书称不起来的 对 但比如说您受影响到五四的传统 五四一代最少想批判这种封闭在一起的这种东西 您现在怎么看这种批判呢 批判坏了 所以他们就选不好 他们一来就是封建家庭 就骂一顿 你整天就骂那些东西 你怎么会能真的了解呢 所以您在年轻的时候对五四的传统是这种感觉 还是后来慢慢发生了一样 一向这样的 不是 你不说中国的大家庭 这个问题多得不得了 因为中国人很在乎种那个禽子 中国人一切的麻烦也是这个来的 扯不起 白崇玉与夫人马佩璋一共育有十名子女 在那个忧患重重的年代 作为白家五公子的白仙友 七岁有罹患肺病 被迫与家人隔离 家运随风云变换而起伏 避孕后的白仙友也开始了漂泊生涯 上海 香港 台湾 美国 与父亲巨少离多 孤独 成了他的人生底色 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镊子》 讲述了代表家庭权威的父亲 和离经叛道的儿子之间 相互排斥 又相互理解的微妙关系 《镊子》这部小说当然是您的个人的情感 和经历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 这是对您一个巨大的释放吗 还是有 听我讲 那么上个童子议题 在那个年代 禁忌 台湾那边都是蛮犯忌的 可能在我的骨子里面 血液里面 骑死反感 其实很小就反叛性了 有的 有的 如果 如果父亲看到镊子会是什么反应 您觉得 父亲 镊子其实在某方面也很非常严肃的讨论的 中国人的家庭反省 中国家庭烦得很 父父子子 扯不清 我们家国家国家国 从家庭就变成国家 也是这种复杂关系 所以您觉得比如说五四的那代知识分子也好 思想家也好 作家也好 他们就想中国人应该变成现代人 他们最想做的 更个体的 摆脱家庭的 这种努力是基本不可能的 您觉得是吗 难 我在想 难 这都是人性啊 中国人一向不都这样子吗 到现在也不都这样子吗 什么时候改过 没改过 改不了 你都是这样子吗 当然西方人他们 了不起他们经过了文艺复兴 经过了这样革命 那样革命 好不容易他们挣扎自己的独立思想 独立那种东西 是好得多 20世纪中国人一直在朝西方学习 西方人这个这个个人啊 什么的 我在美国住 他们都干脆利落 养儿子养女儿 小的有一天一飞就不回来了的 他们也早就准备了 但是有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家庭问题也是一大堆 人很很难弄的我想 太自由太孤独了 他们也不行 那美国好的疯子 真的 一下子他就 一下子他就疯掉了 太个人了 你看 跟别人诉苦 都没人听的 您是不是对武士的遗产评价不高 武士的精神 有的我们的求行妄辩 受传统的拘束 这种东西有的 但对于武士的新文学 我们我想有一种选择批评的 critical这种 这种态度的 没有迷信 我们子九世纪摔下去了 20世纪有这个武士运动啊 这么起来 我们自己称为 然后好像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啊 都做这种的 可是你回头一看 到了世界末的快速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成就也不高 整个20世纪的 我们在世界上 文化这一块 还是没有发言权 没有恢复到大汉天生的 那种地位 那种地位啊 武士的文学 起头很 有很大的希望 我觉得还没有一段 足够的时间 让武士文学成熟 一下就变成30年代 政治就差进来了 那就破坏了这个 我1937年生的 刚好中日抗战 那么战争停了 我等我到大学的时候 过去的世界 过去通通没有了 奔溃掉了 都是 台湾也是 反正我们作法民族吧 整个就是 总有心灵上 灵魂上 有一种漂泊感吧 我觉得我们总没有像西方人 他们那样子的 那么安稳心里头 你晓得像法国人吗 他亡国多少次 被德国人打得比他嘴外 你到法国去 他说我有罗夫公 我有这个东西 你晓得 英国人 那个大英帝国没落的一塌糊涂 你到牛津大学 英国人那种派头 为什么 还有莎士比亚 按理想 我们也有李白杜甫 我们也有他 怎么搞的 这种整个大传统的 一开始好像跟现在接不起来了 断了 你觉得什么原因 原因很多了 原因很多了 有的就是 所以当年是作为一个年轻人 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现在讲自己 也不好意思讲自己 好像心怀大志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也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很年轻就办杂志吗 不是现代文学吗 对 穷得要死的一本杂志 我们是什么教稿编辑送书 什么都自己来 我哪来的那股撒劲 没钱 真的是我们就有一种 寻找一种安身立命精神上 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文学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对 那个时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 这么一个 这个东西 抗战胜利后 官制国防部长的白冲喜 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 几乎全金覆没 他逃往台湾 他在台北 因为与蒋介石的政见不合 备受冷落 不但有职无权 还时刻被监控 1954年3月 更被提案弹劾 1958年 21岁的白先勇 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他相信文化的影响力更为久远 那是我们社会比较保守 政治高压 不过我们现在回头再看 怎么高压 还好 还有一个空隙 让我们在沙漠里面的仙人掌还能够活 还让我们写啊弄啊 比如说 我就很好奇 比如当时有不同的仙人掌 比如李瑶去办文星也是一个仙人掌 陈应珍去办他的杂志也是一个仙人掌 你们三位是很不太同的 对 当时您怎么看 比如说他们这些努力 他们比较厚 对比你好晚几年 晚几年 对对 文星是比较偏向政治 政治思想类 对 我们可不是的 我们不谈政治 把政治力量所有的撇光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原则 不管你右 左 独 统统不让进来 但是你说比如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其实又一直特别复杂 最浅层是政治直接干涉文学 也现在干涉文学 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关系一直是非常的密切的 就这种密切是根据分不开的吗 包括您讲的 现在文学最初的时候 我们那是因为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情况下 不谈政治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政治立场的 就这种复杂性怎么解释呢 我告诉你 所以我这一点我觉得要避 那您比如说金平梅那个时代 或者当时包括唐显祖那个时代 晚明 那时候你说晚明的那种文学繁华 跟其实跟政治上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那种那种 那牡丹亭里没有政治吗 充满了政治 对 对 它变成好像变成某种逃避的方式 是 您怎么看这种逃避性的 不知道 还有一点的 那个时代 晚明那个时代 就是金平梅的产生时代 跟那个哲学 当时的哲学有关系 新学是吧 新学的泛滥 就新学泛滥 还有呢 他们对这个情跟肉身肉体的大解放 晚明那时候的思想 其实有点像门一复星那种感觉 有点像感觉了 对人体的认识 承认了人的欲望的人体的现实 什么肉捕团 什么这个金平梅 还有大队都是那个时候出版的 还有另外一边 因为它有牡丹亭这种 对美的 对感情的角色 我说这个昆去有两个字 情与美 以最美的形式 表现了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 而且是我们这个文化的那个精髓 昆去有很辉煌的历史 曾经在明朝 尤其是晚明到清朝中叶 几乎两百年 是它是独霸中国 是中国的国剧那时候 每年中秋有取会 像你们现在的超女啊 中国好声音啊 上千人 上千人去比赛了 唱了天亮 还选出冠军 那个时候是卡拉OK 所以昆去当然都唱了 并不是像现在讲的说 举办核果很少人唱 并说很多人唱歌曲 《红楼梦》也是必读的 吴丹萍也是必读的 我觉得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一切是我们的文化的精华 看了这本书 我翻了前五颜 我就感觉特别好 这本书让我对《红楼梦》 穿上了兴趣 我还重新读《红楼梦》 我觉得我要去读《红楼梦》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把一个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中来看待 就特别有意思 是 在前文时代 前面唐诗宋词 《原曲》下来 然后明朝的小说 吴丹田也出来了 金品梅也出来了 才轮到《红楼梦》 《红楼梦》这么讲吧 它是武丹廷跟金品梅的合起来产生 它的源头 这就有意思 曹宇他家里面有戏班子的 曹家 他祖父还写传奇本来 所以他里面常常影了西乡 影了武丹廷 也影《寒丹记》 曹宇他可见了他支持歌赋 熟得很 他真的是他继承了中国文学大传统 嗯 像金品梅 他的那种手法影响了曹小清的 就是欲望上的一个 那写得太厉害了 把人的肉体的这个现实是写到顶 嗯 不过你光是那个的话 那人就变成只有在肉身的这个生活 那人不是的 人还有高一层的精神上的生活的 曹宇他哲学上的一种高度 金品梅没有 嗯 而且他对女性的看法很奇特的 嗯 恐怕 唐贤祖对她影响还大一点 杜云良恐怕还是林黛玉的原型 这么讲这是 对这个情的追求 死去活来这种坚持 所以说一本书它是受时代影响的 嗯 所以我说他必须是在前龙时候产生 绝不可能在道光年间现在 衰势就不行了 对 不对了 不对了 氛围不对了 对 刚枯了那个时代 他们算了一下 前龙时代的GDP 前龙时代的GDP 全世界最高的 大秦帝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但是前龙盛世 也就是中方文明都衰落的起点 嗯 你看《红楼梦》以后 就没有一本书 连达到那么一半的高度 都没有 我们的那个整个民族的创 creativity 那种创造性突然就衰竭了 不光是文学 后来 所有的领域 各种领域 你看我们的绘画 陶瓷 前龙以后统统往下走 嗯 所以我觉得 超小青还看着 前龙表面的那种繁荣 他心里面已经意识到 那个龙景 这么有一天 往下降了 嗯 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是一 等于是一首史诗式的晚歌 是挨晚的整个 整个文化系统的那种 所以才那么动人 嗯 拿《红楼梦》做个标杆 嗯 整个二十世纪的小说 达到他那个一半就不错了 您觉得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是谁呢 中文小说家 你看我选一个真的很难选的 真的很难选 鲁迅的《爬花呐喊》 写得很好 写得好 可是鲁迅好像也就是《爬花呐喊》 他越过了五十三十年代这些东西 嗯 他直接从《金平梅》啊 《红楼梦》啊 《白花小说》那一台 那一台 那一台 那《海上花》 海上花 嗯 是吧 嘿 你要把它拉长一点 中国文学史 嗯 可能他还是正统呢 嗯 可能啊 《五四》是个例外 是个片 《五四》还是个岔路 对 有可能 都学了西方的翻译的东西过来 嗯 张盖林的 他英文也很好的嘛 非常好 你不大看得出 翻译Emerson 对啊 他也不大看得出他的句子不洋话的 对 是吧 对 他好像对于这个《五四》运动的新闻学 好像说他 他他他他混然不觉 嗯 很不太感兴趣 对 他没有兴趣 对 他混然不觉 就是您从来没有过 比如说对这个文化的传统产生厌恶 比如说五四一代开始的嘛 高度批判这个传统 您对这 您这种情感从来没有 就是 不是从来没有 我一直很清楚 我们那个传统里面的一些 糟糕的东西 糟糕的东西 那个我知道的 嗯 但但不能是全部毁掉 能够生存的几千年 一直留着他道理咯 嗯 是吧 因为我们年轻时候 对孔子不不太理解 很烦他那一套 你现在想想 他把孔夫子抽掉 不行的 嗯嗯嗯 不行的 他教你基本做人的 嗯 帝王书啊 或者科举啊 搞坏了吧 这个 我想孔子孔子 你看看很近人性的 对人的尊重 对感情的尊重 对美的 嗯 这种 我想这很需要 那么这些年来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我希望就是 现在年轻人 嗯 对我们的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成化中的精髓 嗯 那些很美的 很重要的 影响我们整个 整个审美观 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那种 我希望 希望这些经典 让他 还魂 嗯 对 昆曲 那么了不得的艺术 不能让他摔给下去 这是一场 白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在一个人们普遍怀疑 传统文化 与年轻人的吸引力的时代 白先生在不同的城市 对成千上万的学生 演讲过昆曲之美 我们的第一宫 欢迎作家 一周一周年 又一次 来到了 这场 我们制作青春牧丹 希望把一个 四百年的经典 给它重新 焕发到青春的生命 但对于白先生而言 不管是年龄与身体 这也越来越变成了某种负担 但这似乎是不可回避的秘密 二十一世纪可能真的有新的看法 你说还是传统那一套 可能新的这些 尤其是这些学生们不能接受 现在我就想 怎么让我们现在大学生 中学生 让他们怎么来看牡丹亭 怎么让他来看《红的梦》 就是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现状 您内心是什么感觉呢 哎 我就是 因为这到底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啊 嗯 希望 希望中国是旺盛 对 希望有文艺复兴 希望 但他在 但他处在这么商业的一个情况下 嗯 怎么可能有文艺复兴呢 所以了 我睡着急了 嗯 我觉得呢 嗯 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 嗯 我觉得 像我在做昆瘸也好 做《红龙梦》什么也好 我觉得 就是说 在这里 最能做的是 我想那种文化上的浅 浅一末画 嗯 嗯 嗯 而且我们的历史 那么悠久 嗯 再问问您 比如说过去二十年 一直在做这些昆瘸的普及 或者说复兴的这些事情 它是个集体性的工作 它是非个人的嘛 嗯 但是说这二十年 如果写出更 规模宏大的 或者更了不起的小说 会是什么 就是这种 内心的犹豫 有的 有的 我就不搞这个东西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更那个 但回头又想说 嗯 可能上天就要我搞这个 嗯 您都有上天帮您解决了 真的啊 可能这么好好的 又又做起这个来了 自己也不懂 我记得您90年有一次访问 接受访问说 如果再想写一个小说的话 就写一部 《喉咙梦》加上《三国演义》 这是我想的 您讲的嘛 这是什么 大言不惨 您讲讲 当时是怎么想的 对 我在想的就是 就是我想的 哎呀 这个1949的前后 这个大历史啊 大历史的东西啊 那不是三国演义吗 嗯 我说好 那种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这种的历史的兴衰 嗯 历史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我看了一些大家 包括我们自己的 那种的 起起伏伏衰落 那不是鸿鸿鸿的那个 如果这两个说起来 这就应该是本大小说 嗯 裁判有这个 你还会感觉到强烈的这个写作的冲动吗 现在还是有 有的 还是非常强 有还是强的 嗯 昆曲把我拖了一大大一大段时间 嗯 好多年 好多年啊 昆曲给我弄了好多年 我该做的做的都做了 嗯 火罗幕也叫掉了 我自己附近的传也写完了 嗯 弄了都该该该该做的事情做了 如果还可以写的话 就写点出来 嗯 嗯 我想 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 嗯 转换很文字 用用这个这个文学写人性人情 这就是个作家的 我就神圣的使命了 哈哈哈 啊 比如说白先生 比如说给您接触 我们不多次吗 几次吗 比如说你在外人看来啊 真是 特别潇洒嘛 然后又特别的舒服 嗯 但是其实您又是一个内心那么敏感的一个人 哈哈 您对这个事情怎么样好和坏 心里都很清楚 你喜不喜欢心里心里都很清楚 哈哈 这两种之间的这种 一方面非常smooth 特别smooth 另一方面其实内心特别有看法 各种看法 哈哈 这种东西怎么共处呢 嗯 我很怕伤害别人真的 嗯 很怕别人痛苦不愉快 但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也 我也 也蛮固执这种 是啊 非常固执肯定 嗯 这两者可以相安无事 可以的 对我来讲 年轻时候就可以吗 年轻时候比较孤僻 嗯 有点霸道 小孩子 啊 生了四年病 生什么 把我一个病 撇过来这样子 那肺病的时候 那时候是那时候 人家都不怕的 嗯 都避的 所以就弄得好 好敏感 嗯 好敏感 好 我母亲真的都是 儿女为先 嗯 所以我很感激他的 嗯 很感激我父母 他们医我的病 给我最好的医疗 给我最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后来我环境很很艰难 但是我母亲 都是儿女为先 嗯 我母亲挺豁达的 对她经历多少事 太厉害 我佩服死了 哇 20岁的姑娘跑到前线去找爸爸 太厉害了 这个 她本来是个千金小姐 对啊 对啊 她上了战场啊 很好玩啊 我的表哥 嗯 跟她年纪差不多 就开个车子 从上海到南京 嗯 那个伸船方的派去 要来围她的车子 她就下令我表哥 开枪 哇 后来 我表哥说 你妈是女英雄 后来她 爬她战壕 嗯 那个子弹飞 嗯 嗯 到南京去见到我父亲 我父亲大神 你来干嘛 我母亲 我母亲 冒着生病来看你 我父亲还死脸色 前线 你怎么跑来 还看我们家 她真厉害 她勇敢 嗯 很 很热爱生病的 生了十个孩子好像 还爱不够了 她的母爱很 很 所以她很 她到哪儿去 好像这一片 都是露暮春风 这样子 大家都很 充满了生命热闹 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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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过世 对我 对 对 对 人生对我撞击很大的 第一次碰到死亡 无偿这种 这种的感受 可以说大吃一惊 本来我的生活也是蛮平稳的 对 怎么一来 第二个呢 突然到了美国去 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各种的价值观 各种的东西 让我产生的 那个心理上 一种孤立的 这种感情 对 一团混乱 嗯 内心中天翻地覆 这样子 嗯 嗯 而且在外面呢 特别对着家国历史 特别 特别感受深 看清楚 嗯 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常常看 常常感觉到呢 很多都无常的这种 嗯 采云易善流利脆嘛 我们说 久了看多了 更加是这种 从家国 是不是到个人 都是这种 看得更多 嗯 或者说您觉得 比如在一个这么无常的一个世界里生活 嗯 我人肯定是一些更永恒更确认的东西嘛 啊 这东西是什么呢 是情吗 是还是什么呢 是美 是情还是 能超越这种无常 情靠不住 你靠不住 那我怎么办 白老师 情 情很难弄了 因为 人心 人心 人心为为 对 啊 唐先祖 嗯 写牡丹亭 嗯 这个 他要把那个情 写成永恒吗 嗯 超越生死吗 又回来了吗 是啊 他再往下走 嗯 寒郸记跟 跟南科技 嗯 在梦里面 呦 这个 这个 又有美女 又有金银财富 为什么呢 醒来黄亮一梦 就发现 人生原来是虚幻一场 什么是相对确定的呢 永恒的东西 实在是 实在是少 啊 不过可能 可能 可能 还是艺术吧 嗯 你创造了一本 像《红楼梦》这样子 嗯 那就永恒的了 嗯 他超越了一个短暂性 超小缘的 对 变成一个经典了 嗯 能够抵得住时间的消磨 嗯 嗯 我想啊 那个 曹允星的伟大 他包容一切 嗯 他不是写坏人 写好人 他是写人 跟大家不同的一点 嗯 人都有好啊坏在里头 嗯 所以他才 才那么包容 他是以大悲之心 嗯 触动了人性 嗯 触动真正的人性的根本 如果服侍了跟您做教育 有曹允星一样的才华 干 哈哈 出卖灵魂 一定要干 出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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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出卖灵魂蛮容易的 哈哈哈 你要容易 对 那个 那个 不是 要青春 当然 谁不要想青春 嗯 谁 谁不要 哈哈哈 或者想想想想问您的就是您觉得这个风云和风月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一本文学两个都有最好 又有又有又有风云又有风月 我想我的台北人其实是以文学来写历史的创商 嗯 等于是拿文学来替这段民国史做个注解 后来我又有一本书叫父亲移民国嘛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嗯 父亲移民国等于是台北人的一个注解 嗯 现在回头看 它是其实父亲移民国那个历史架子在那里 架构的 大架子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参通的 现在不是这样明白了 怎么当初这么写的 写的 不知道自己自己怎么会写出那些人来 现在回头看 哦 它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才有那个产生 嗯 你有一个多么精彩的人生啊 白老师 不是 上天蛮宽厚的 嗯 就是我 我 嗯 不管是牡丹田舞或者《红楼梦》 嗯 好像 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手 因为命 无形之手 然后再这样 就知道你 这样走 这样走 三句《红楼梦》这本书 嗯 当然我搞了一辈子 看了一辈子 我也没有 没有真正想要 把那个 把自己 这个心得 把这个 搞个一千页的东西出来 嗯 对 真的好厚 嗯 好像我觉得啊 我看了那么多年 教了那么多年 好像也是为这个准备的 嗯 出来以后 让 让一些学生 看《红楼梦》更容易看一点 我这替《红楼梦》做个柱角 嗯 做个下个柱 怪的 这两本书是我一生最爱最爱的两本书 哎 都替他们做了 做了一些事 嗯 嗯 这也是奇怪 我就 所以你不能不相信命运 嗯 怎么面对人生里那种 失望呢 因为不可避免做很多事 会遇到很多失望嘛 对 你遇到这些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遇到失望 对 我 我大概有点 有点 歌曲上有点 总归会做成 好自信的 对 对 对 那就一直做下去 吧 我总有 柏云见月的一天 嗯 本质上我是最喜欢那些逆潮流的人了 逆潮流史是拓展时代的边界的 你想十多年前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昆曲这样的形态 所以他们可能在一点点的生根发芽吧 就白天让一人之力来做这件事情 不能低估一个个体的某种努力 个体仍然是历史变革中最重要的工具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种动力 我们就认为一本更厚的小说更大的小说就是一个成就 其他的不是 我们不能就是非常就是全盘化的看某个问题 好像这个盘没有翻来之前就都没有翻一样 尊重这种细微的变化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给他一个整体性的判断 其实这个节目 本质上我们根本不是为了偏见而去见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他人之了解的热情 对他人之命运的Empathy 这个节目我们还是非常有耐心的等待一个人陈述自我 尽管那个陈述可能也是片面的暂时的 但是我们已经尽量以其他媒体产品做了更耐心的等待 讲当的宝玉出家 120回了 最后一回了 我觉得我为了解释有一点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的一点 是我看到的 我觉得他出家 我认为他不是逃避 你妹妹死了 看破这个 这个 我想不止如此 他怎么形容他 他说 大陡棚 光头赤足 拜了四下 宝玉脸上 是悲是喜 他旁边一针一道 熟缘一了 夹着他就走了 夹着就去追他们 那时候下雪 一片雪地 白茫茫的一片雪地 追着喘吁吁的 没有影子 只落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真干净 这个雪 掩盖了所有的人生 一切的 统统洗掉了 刷断 盖掉了 那个夹薄玉穿的是 红的斗篷 红在我们中国人 代表一种热情 红尘滚滚 红尘 情感力量 我认为他那个红很沉重的 背在身上的 背在身上的 我想他担负了人世间 一切的情 给的世界的情的痛苦 上开背在身上 走的 替世人背负了这个东西 那个大红袍就相当于十字架 就是 担负了人世间的痛苦罪恶 我就是 第一次这么想到这个戒指 是 你这么看的 我觉得更大了 对 您觉得您会背着什么走 哎呦 我背不动 我不会背个大斗篷 您会 那个太重了 或者您希望有一天看到白茫茫一片那种感觉吗 这个东西吸引你吗 吸引的 嗯 吸引的 我觉得那段是 是中国文学里面的喜马拉雅风 嗯 真的 白茫茫一片 真的啊 那段写的太好 嗯 而且那段再转过来呢 还没完 嗯 就走了 后来这个贾政就回到船里边了 这段很感人了 嗯 这个郑老爷本来很讨厌这个儿子 一物四处 怎么不正体 嗯 他们回来以后突然他了解了 突然他瞪悟了 他说哎呀 这个宝玉难怪真的就奇怪 寒快玉啊 他原来是历劫的 嗯 谅解了 那你们父子间的那种比如说冲突或者不理解 像宝玉和贾政吗 嗯 如果父亲看到镊子会是什么反应的您觉得 我想啊 我想他知道我的 嗯 知道我的形象的 嗯 我母亲可不可以也知道 父母对儿儿女有一种直觉的 嗯 了解的了 嗯 可是他们俩都没讲 这点我很感谢我父亲 如果我整天挨骂整天挨打他 那可能可能我 要么变得很叛逆很猥琐很自卑的这么一个人 嗯 我想有些我的有些自信啊 他他从他那边来的 我想 我想就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了 对那代人来讲非常了不起 那很了不起了 对 咱们先缓一缓 听听最后一页再讲 嗯 最后一页 对 你喜欢这首歌啊 爱死 对 我以前有个台湾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她在电话里给我唱了最后一页 哎呦呦呦呦呦呦 对啊 太应景了 我给你唱得很厉害 我特别应景了 不愧是煎开心的 我有点参参 还是一首歌 在两种歌的时候 真的是小名的 没有什么呢 没有什么歌 对呢 可是我说的 感谢观看